NSF CREA Award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电力系统动态分析 文力分析与控制 复杂系统等 他的报告题目是 Faster than Real-time Stability Assessment and Control For a more resident power grid 让我们欢迎孙博士 谢谢李博士的介绍 我今天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最近的一些理论性的研究工作 而且这些工作是很有潜力 能够应用到未来电网的暗线评估和控制 然后我这里强调了一个词叫Faster than Real-time 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需要这个系统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些解决方案 或者需要一些评估 那么它已经就在那了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再等待额外的计算的时间 所以这就对你的分析的技术 包括你们一些仿真的技术 就要有更高的要求 而这些更高的要求 就是对未来的这种更强健的电网实际上是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就开始 我这里画了一个方块 这个方块的意思实际上是 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这种计算能力 就是我们现在的电网也要做一个安全评估 我们有的电力公司可以做这种实时的 有电力公司可以做这种准时时的 所以这个准时时可能就是 每五分钟或者每十分钟去做一些这种安全评估的工作 然后但是这个能力被限制在这么一个盒子里面 这个盒子大概有三维 我用这个三个维度来表示这个三个限制因素 第一个是时间 这个时间一般目前主要单纯平工 特别是暂态暂平工 它考虑的是一个暂态的时间的一个尺度 大概十秒或者二十秒 然后一般是这个系统的模型 也是针对这种暂态的时间尺度去勾计的 还有一个时间尺度是模型基本上是一种确定性的 所以很少会考虑一些不确定因素 第三个维度是如果你要仿证一个很大的电网的话 一般这个电网是建模到它的这个叫 出电网 以出电网为主 但是附在一些这种高压的这种 属于跟配电网交界的一些电网 所以它的压级别比较高的 并且是用的是这种这种非常亮的模型 但是呢 这个这三个维度呢 实际上的限制呢 实际上远远不能够满足未来 作为一个更强壮的一个电网的需求 那我们就需要在几个维度上作为一些扩展 第一个维度呢 就是时间尺度 我们将来可能一定要需要仿证一些连锁故障 这个连锁故障从它的发生到最后 造成全系统的震荡或者崩溃呢 可能要持续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需要对现在的仿真的算法 或者现在的分析算法 就要有更高的要求 它们要保证在长时间尺度之内的这个数量性 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最近比较著名的 像在美国的加州都发生的叫这种 叫Darker 实际上它意思就是说 由于新能源的接入 这个在疫情当中 这个复合曲线会出现更 更大的这种波动 然后这种波动呢 你要是做一些仿真研究 你也要需要做一些长期的仿真 所以时间尺度上是一定需要突破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将来的模型可能不仅仅是输电系统 甚至这个发电机 你可能需要考虑一些配电网 或者微网 甚至一些电力电子接入的设备 甚至你需要连同这个通信系统 将来甚至跟这个天然气系统 你都要作为联合的这种方程 那么你的模型就不仅仅是电力系统模型 第三个维度就是关于确定性的问题 所以将来因为有一些新能源的接入 所以这个你可能不得不要考虑一些随机的模型 所以这些呢 实际上都对将来的这个稳定性评估的方法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我们看看今天的稳定评估的一些方法 它的主要局限性在哪 第一个呢 就是所有的这大部分这样的方法呢 它如果需要这边系统做实时仿真的话 它是都是基于一种数值算法 然后这些数值算法呢 实际上它们主要是对于通用的这个变线系统进行求解的 变线性的变线方程会带入方程进行求解 它们并不是针对电力系统模型去定制化的 当然它们为了满足这个很很强的通用性 但是它也牺牲了一些一些信息 就是如果我们对电网有些特殊的了解 我们完全可以涉及到 只针对电力系统的一些仿真算法和分析方法 然后那还一个就是说 当它们如果要仿真很长时间的这种动态 并且要很大的系统的时候 它必须要在这个仿真的收敛性跟速度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 就是如果它要是保证收敛性的话 那它们就不得不用一些非常小的这种仿真不长 但是这样就会造成很慢的这个仿真速度 而且呢几乎所有这样的算法 它都是为这种串型计算来设计的 它当时在他们沙发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将来可能会大规模的使用这种定性算机 甚至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计算机几乎都是多核的 实际上是你可以专门设计一些算法 针对它这种多核的特性可以降低它的这个仿真速度 第二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所有的目前在电力系统里面 关于稳定性的这个分类和分析方法 它都是基于一个就是大概是20年到20年前定义好的这么一些这个分类 比如说有些叫小型号稳定性 然后有短态稳定性 电压稳定性 频率稳定性 然后呢后面相关的一些仿真工具或者一些分析工具都是针对不同的稳定性来设计的 但是未来呢我们如果有大量的这个新能源和电电子接触 将会使得这些稳定分类的它的边界性不会再那么清晰了 那这时候如果一旦一个问题发生 像它很可能是涉及到小干扰稳定性在它的初级阶段 然后是这个短态稳定性 甚至涉及到电压稳定性 甚至频率会大幅度的波动 那左右的这些稳定性的分类呢 实际上都可能会被 都可能会发生 那么这时候我们怎么会有一套方法能够完整的对系统的稳定性做一个分析 所以这里面必须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电力系统 它虽然有很多的稳定性问题 但是它是一个系统 它是一个飞烟系统 所以对一个飞烟系统来说它只有一种稳定性问题 那就是它本身是否稳定 那么如果有一种方法能够突破这些边界 那就是将来就能够直接的能保证到系统的这种强壮性 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呢 最近这大概五年左右 提出了两个新的方法 而这个方法呢 都是原创性的 而且我个人认为可能会对将来的这个电网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第一个就是我们提出了一种叫半解析的仿真方法 它有别于传统的这种纯数值的方法 后面我会介绍一下 然后这种半解析的方法呢 实际上它可以适用于确定性跟随机性的仿真都可以 并且我们的目标是10到100倍的快 比这个数值方法更快 第二个这个方法呢 是叫我们称为叫 叫Ninlinear Multicopting 就是说一种非线性的这种模态接偶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说我们是把传统的小信号稳定性 跟这个暂态稳定性 把它们纳入到一个框架里面 然后我们重新定义一种模态 这个模态是一种非线性的模态 然后呢在线性的行为情况下 它就表现为传统的线性模态 但是在暂态稳定性的这个形式情况下 它就表现成为一种稳定性的模态 所以这样我们把这个模态统一起来 我们可以对电网做一些简化 这样我们可以找到这个造成系统失纹的这个根本原因 所以有这些技术之后呢 我们有可能可以开发一种 就是超时时的这种稳定性评估的方法 就是我们 因为所有的这些仿真 包括分析方法都可以做得非常的快 都是可以在线实时进行的 所以甚至在问题发生之前 我们就能够把系统的几个可能的这个轨迹 我们都可以预测出来 这样呢如果出现问题 我们马上做控制 不需要再等额外的这个计算时间 下面我就先介绍一下 第一个这个方法 就是所谓半解析的方法 这里先简单的回顾一下 就是传统这些新的仿真 我们提出是要从这个Numerical 就是从数值的这个方法 过渡到这种半解析 或者半解析半数值的方法 一般我们这里讲一个大的电力系统模型 就是电力公司需要仿真的这个大电网模型 它一般都是一种推线性的这个DAE问题 就是说是一种微分代数方程问题 所以它是把电力系统所有动态的设备呢 用把微分方程来建模 然后呢对电网或者其他的一些非动态的设备 用这个代数方程建模 一般呢电网是用这种叫Cerman Injection 实际上是一种电流源的一种 一种一种模式来建模的 就是分数方程 通过把所有的设备认为是一种电压 任一种电压源 当你给我这个电压的时候 我帮你解除一个电流 把电流给到电网 电网根据电流再解回电压 这样呢通过不断的数值接待 这样就可以把一个电力系统的这个 这个绑针可以完成了 这些算法呢 算法都是一些数值方法 比如说像铅式的方法 有这种欧拉法 龙多普达法 然后呢如果解潮流会需要这种牛洞拉拼法 如果是隐式的方法呢 可能用这个T2法 然后这些所有的方法 实际上你去看它的这个算法的核心 实际上都是对P线性方程 做了一些低解 线性或者甚至低解的近似 因为这里呢 大部分的这个这个积分方法 它一般只能做到这个四节的近似 像这个四节的模式打法 当然你可以开发出这种六节 甚至更高的 但是这样的话 这个方法是它的实用性非常差 它的原因就是说 这个算法很难 就是超过四节 你很难做出一种 对所有的分研系统都实用的 这么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必须 我们不能被这个数值方法的 这个四节能够就停在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步要继续针对 所以你要仿真的这系统的特性的特性 你可以开发出更高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这个半解析方法的思路 现在呢 你要如果用一些商用的软件 如果在北美 像几个主要的软件 一个是这个PSSE 它是这个新闻子的 然后还有一个PSSLAB 它是这个GE 然后呢 你如果用它仿真一个打比方 是美国的这个最大的互联电网 就是东部互联 然后这个东部互联的一个精细模型呢 就是大部分电力公司都使用的 是一个大概七万节点 五千到一万个发电机 然后呢 一共有大概十万个状态变量 然后呢 你如果对这样的系统 用这个商用软件进行仿真 你只要仿真这个系统的一秒的动态 那么你要花多长时间 一般要花大一到五分钟 如果用一个台式机 就哪怕是一个很快的台式机 但是如果呢 如果你要做一个并行的话 现在主要的商用软件 都可以给你提供这种并行仿真的选项 但这个并行仿真 它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仿真的 某一个这种故障的 它是针对很多故障 比如说你有这个100个故障 你的发电机有5个 这皮有5个盒 那你4个盒 你可以把这个100个故障分给这4个盒 或者说多个盒 那它在这个故障之间做一个并行 但是它没法把一个故障 本身它做一个并行 就是说我要仿真10秒钟 就是这样一个故障 这个是很难处理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工作 就是这里讲到的是在DUE支持的一个叫 叫PairRail的这么一个project 像它的目的呢 就是说要研究 我们如果不给这个计算机一个限度 就是我们可以用任何最快的计算机 但是我们只仿真一个故障 到底我们能最好能做到怎么样 所以它本来是在一个 仿真周期之内 我们做一个并行化 然后呢这样的目前的一个结果呢 这个大概几年前那个结果 那现在可以做到更快 是用这个Operage就是相数领的这个计算机 大概一个512的一个超计算机 我们可以一秒钟的故障呢 可以大概在四秒钟会有访完 所以基本上已经比较快 就是那你要仿真十秒钟 大概肯定一分钟之内是可以访完的 但是这里面我们是直接仿真这个东部电网最清晰的模型 不做任何简化 那么如果工业界怎么做呢 工业界一般呢 它不可能直接仿真这个7万节点 虽然是所有的东部互联的电力公司都会抽到这个模型 但是他们都要做一样的简化 他们一般只保留自己主要的控制区域跟发现机 对于这种相邻电力公司的这个系统 他们都要做一些简化 最终呢 他们会大概简化成了一个大概不超过1万节点 然后大概有1000到2000个发电机的系统 然后呢 他们一般会仿真1000到3000个这种故障 然后呢 每15分钟会仿真一次 然后呢 他们可能会 当然这种 离时时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大本电力公司呢 还是在 做这种离线仿真 或者说一天 就叫day attack 就是说在24小时之前 对所有的这种可能的状态做一些仿真 所以我们的目标呢 那就是还是解这样的一个模型 但是我们要做到10到100倍的快 我们有几个主要的创新点 第一个是我们要针对电力系统模型本身 要开发出一种 这种微分带入方程的这种求解器 然后呢 我们也希望这种方法是可以很容易做到并性化的 而且我们这里要 主要的一个能够 它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做这种超高阶的禁止 而不是只停留在这个二阶或者四阶禁止 我后面就这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半解析方法的这个基本的步骤 我们把这个仿真过程分成两个阶段 如果你做数值仿真的话 它就是这种一次的一个工作 就是你给一个处理状态 是吧 有这个方程 然后我就开始一步步求解 直到解完没止 但是这里面 我如果知道这个系统模型是什么样 在我需要仿真之前 我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 这个工作我们就把它叫做第一个阶段 叫求解阶段 这个求解阶段我们并不得到这个仿真本身的结果 但是我们得到一个解 这个解是一个解析解 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微分带入方程 我们这里假定所谓的大部分变量 都是这种符号化 所谓符号化它不是数 但是我可以利用一件符号求解器 我可以把它的解析出来 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时间符号化 然后把处状态符号化 甚至把这有一些这个复合状况 甚至个故障都可以符号化 那么这样我就得到一个解 这种是一种用极数表示的解 这个极数的接受就可以代表我的精度 我如果做到很高的接的话 那么它就等于原来的解 如果这个微分带入方程 所有的函数都是这种解析函数的话 这一点是可以保证的 所以我们通过控制这个大纹 能够决定多少接 这样的话就可以控制它的这个进步 这所有的工作都是离线做的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解就叫做半解细节 当我们需要仿真的时候呢 然后呢你可能别人会给你个故障 给你个数据状态 然后或者再给你个时间 我要仿真到大T 那么我们就开始用这个解 我们只要把这个当前需要仿真的一些数据 带入进去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么一个轨迹 然后这个轨迹呢可能它的精确度只能保证在提一的那个时间之处 那我们在提一的时候呢我们就结束 我们在提一的时候读出它的这种这个末了状态 这个轨迹不需要做任何仿真 只是把数字带入到上面的解析点 所以它不需要引入任何的这种积分和迭代的过程 就是一个成熟值的过程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甚至可以直接把提一时刻的那个点的 把那个时间那些数据带进去 它就告诉你提一时刻这个状态的精确位置 就说如果你不需要知道一个光滑的曲线 你只要只是要知道这个大致的位置的话 那么它甚至可以更快 那么在提一时刻 我们把这个值作为下一步的处理状态 我们继续做这样的事 直到我们完成整个这个大提之后 那么你可能只要经过几个不长 很大的不长就可以把这个仿真完成 所以在线的工作量是非常少的 在线只是简简单单的 就是把这个解析的解析的数值带入 得到最后仿真的规短 所以这样的方法是可以做到 这个十倍到一百倍的快 如果跟一个固执方法做比较 它的主要的这个优势呢 就是它可以把一些计算的负担 把它给就是移到这种离线结果 在仿真以前 而且它很容易并性化 因为它采用那种极数的形式 这些极数的无论是球解 甚至它的这种数值过程 都可以用并行的处理器来处理 而且它的时间不长可以会很高 因为采用了比较高阶的精速 后面这列出了一些这个数据工具 就是可以发现这样的节奋 我们以一个这个最简单系统为例子 是一个EV的系统 微分带数方程的问题 我们给了处理状态 它最终的这个近似解 有可能以取向的形式 第一个形式就是说 它是有很多分印象函数的这种求和 对于这个分印象函数 我们不做任何要求 就是你如果能找到最好的这种叫G函数 你可以用它来逼近 你这种的解 第二是我们就假定这个解 就是一种多样式 关于时间的一个多样式函数 第三是它可以是一种分式函数 甚至一种连分式函数 这些文章是我们过去大概可能是五年吧 四年到五年 在这个领域发表的主要的这种期刊论文 然后这里我用这个颜色标出了我们尝试的不同的数学方法去求解这些近似的解 并且把它们直接用到这种大系统的仿真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提到的技术 有这种叫Adomain Decompensation 就是Adomain分解 还有这种叫连分式的方法 有这种序列函数 就是实际上主要基于台额展开的方法 有这种叫Differential Transformation 就是微分变换 有这种帕头近似 还有一种叫Holomorphe Embedding 就是叫全程函数嵌入的方法 还有一些叫Holomorphe BNI 就是一种通论方法 这样这些方法他们都是针对一些非线的函数展开 或者近似的方法 但都可以用到直接 这样我们这些不同类型的这种解决形式 我们都在某些文章中做了一些尝试 这里给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单机无穷纳系统 所以它有两个分方程 一阶的这种分方程和一个第二方程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这里它的参数就是 它的这个叫惯性常数 阻尼系数 跟它的这个机械功率 还有一些它的传输能力 这些我们把它全是佛号化 这里没有一个数字 然后我们如果要对这个方法做一些求解 比如我们用这个Domity Compensation 这个Domity Compensation它的思路是说 对于这么一个非线性的函数 然后呢我要把它做一些分解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我如果通过一种设计一种同轮 我把这个系统 这个非线函数跟另外一个我更容易处理的非线函数 做一些近似 那么为了要建立这个同轮 我们也必须要引入额外的一个维度 就是本来这个系统 比如说你的状态空间是一个二维的 我要引入一个第三维 在这个通过第三维呢 我把这个系统跟我一个更容易处理的系统 我把它们能够通过一个连续的光化体面 把它关联起来 这样我可以在第三个维度上做材料展开 所以它的道理就是说 如果你有任何一个边境函数 我可以引入这么一个Lam的一个维度 然后我在这个Lam的维度上做材料展开 我可以把它逼近到任何一个 我容易处理的一个函数 当然同样是解决函数 那么这样我就可以把它处理了 那么这里的方法可以 你所谓的处理方法 你可以做这种拉巴拉斯变换 你把这个分方程 两边同时做这个拉巴拉斯变换 它就变成个带数方程 然后因为中间有些非线的函数 不能做拉巴拉斯变换 那么我就把它变化成 可以做拉巴拉斯变换 它一旦变成带数方程 那你两边做求解就很容易了 所以最终可以得到这个解就是这样 如果我要求这个公角的话 它是满足是某些项的这种求和 是按这种时间序列来求和 那么你这样方法求解的话 你可能第一项是这样 是一个数 第二项是一个关于时间的二次函数 是吧 第三项就关于时间的四次函数 你把这些加起来 它就直接给出了你这个一个近似 就是一个四节的近似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解里面 不涉及数字 基本上 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参数呢 我都符号化了 就意味着这个解是适用于任何 关于这个单级公大这种仿证的 当然它这里只是做了四节近似 还有一种方法呢 叫微分变换 微分变换 实际上就是基于塔楼展开的一个方法 但是我把这个 所谓微分变换 就是我把所有的这个量 状态变量或者 这个代数变量 我们都变成 它塔楼展开的系数 那么我发现 它的系数之间是满足 非常简单的一种线性关系 所以呢 你是很容易可以做这种快速的递推 就是从它的低阶系数 就直接推到这个高阶系数 所以这个不同于传统的 用数值法做塔楼展开 就是传统的数值法 从而展开 你要一阶一阶算 但这里呢 我们从低阶系数 推到高阶系数 当你把这些系数都解到之后 那它就会直接给出一个近似的阶 那最终的阶大概是这样 蓝的就表示一个精确阶 就是如果我们用这个四阶 融个复达法 把它做一个参照 这是一个精确阶 那么我发现 当我们这个阶数在三阶的时候 它大概在不到0.1秒就发散 那如果是做到七阶 那它可以到0.25秒发散 那做到15阶可以到0.4秒 所以你可以把它 把这种方式认为是一种 高阶的一种显示方法 但是呢 因为你融合复达 可能很难做到10阶到15阶 但是这个这里我们 因为了解了电力系统模型 我们很容易做到这个高阶 如果做一个大系统怎么办呢 大系统它一般是 就是把这个电网做一个 把这个电力 所有的发电机和设备 做一种叫一个电压源 然后那电网呢 我是通过这个电流去解电压的 所以它一般是用了一个 叫partition solution scheme 就是说它是一个分开纠结的 就是说我先去解它的 跟发电机相关的那些温温放程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我要解除一个电流 把电流给到电网 电网呢 通过解这个潮流方程 解除电压 这样的不断接待 这是目前数值方法的做法 我们要用这个半解析方法 我们有三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呢 我们就 我们叫称为这个one stage strategy 就是说我们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模型的 所有的DE 我们就求解它的这个半解析绩 就完了 但是这里呢 我们就 基本上 我们是在线做所有的事情 这里好 优点就是说 我这个做的过程中 我不需要存任何 存储任何的这种符号计算的结果 第二呢 但是它缺点就是说 所有的工作必须在在线做 第二个策略呢 就是通过两阶段方法 还是一种解析策略 然后呢 我们是离线做出它的解析绩 但是呢 我们在线去计算 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种做法 这种呢 在在线是最快的 但是缺点就是 离线你要存储大量的 这个符号变量的这种解 但是如果你要引入太多的符号变量的话 这个解的形式非常庞大 你需要有足够的这种存储空间 但是在线的计算时间可能会很多 第二个方法就是说 我们借鉴它这种 partition solution的这种方法 我们这是只替换它的 分分方程的这个求解器 但是代数方程 我们还依赖它现有的这种数值方法 所以这是一个半解析 半数值的方法 这种方法呢 实际上更容易能实现 因为这个所有的电力设备 它的分方程的解 我们可以离线获得了 在仿真的时候 我们通过应用这种高阶近似 所以我们实际上提高了 积分 积分 就是微分方程求解的这种速度 但是代数方中 我们就需要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求解器 做这里给了一些基本的测试 就是我们在 这个一个2000多节点 有600多个发现机的一个 这个Polish测试系统上 做了一些实验 就是发现对于这样大的系统 一般8到10阶的近似是比较好的 如果不用这种超级GNC 我们也能够做到 10倍的这种加速 然后呢 这种计算不长也会 超过10倍 跟这个数值方法比的话 是大概他们的10倍 比如说我们如果 用这种 我们用这种改进欧拉法 来去求解温方程 用牛顿拉星法 求解这个潮流方程 或者我们用这种 隐式的这种梯度法 去求解 做一个转败网程 用这种第一 这种一个阶段 或者两个阶段 策略的话 基本都能做到 大概将近10倍 这里给你看到的是一个 就是说 当我们提高阶数的时候 这个误差下降的这个曲线 我们从这个二阶 二阶的这种精度 一直到八阶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误差 就可以下降的很快 但是目前数值方法 一般是在 二阶跟四阶之间 所以它很难 利用到这种高阶 带来的这种好处 当然了 计算时间 随着你接触增加 它可能会提高的 所以最终会找到 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是大概是八阶到十阶左右 还有一个 有一个 所以最终会找到 一个比较 比较长期的过程 比如说是一种 典型的一种叫 长期的电压 稳定性的一种 一种仿真 那么这个 它引入很多这种 复合的这种 缓慢变化 然后到某一个阶段 会有一些这种 叫感应电机 它会 造成它的停机 这样会被电网 造成很大的冲击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很难用 单纯的这种 静态仿真来去 就是低于潮流 方程来仿真的 因为它涉及到 很多这种 感应电机的行为 你要如果用这种 微温方程 就传统的动态仿真来做的话 它就非常慢 因为这个过程 本身非常长 但是我们如果用 这种解析方法是可以做到 超过100倍的快 而且它不长是 平均不长 也是超过了50倍 因为这里我们用了 高阶近似 而且这个高阶近似 可以使得我们这个 计算的不长 可以是这种动态变化 同时这样的方法 你也可以用到 随机仿真 比如这里给了一个例子 如果随机仿真的话 如果是用这种 数值方法是 是比较复杂 因为你每一个 机关不长 都要取这个随机的变量 但这里呢 如果我们用一种两阶段的 这种策略 我们在第一个阶段 是做符号运算 我们甚至可以把 所有的随机变量符号化 就是在我们求解 求解过程中 我们不需要 区分这个变量 本身是确定 还是随机的 我们只是在最后 复值的过程 我们是取决于 我们是给它 一个确定的值 还是给它一个随机的值 所以这样实际上 大大的简化了 这个仿真的这个过程 和这个这一页 给了三个基本的思路 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进一步 利用并行计算机 来提高速度的话 有哪些事可以做 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在求解 这个半解机解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需要 解到这个 这些高阶近似的 很多的技术 是吧 但是我们发现在 同一阶的技术 它们之间是可以 并行处理的 就是它们之间 没有这种强的关联性 所以呢 当你处理很大的 很多的变量 在处理每一个 具体阶数的时候 比如一阶二阶三阶的时候 它所有的系数 都可以放到并行计算机上 第二个就是说 在我们计算 我们在求解 这个计算了 已经求解 这个解析解之后 我们对它进行计算 我们在代值的过程 那因为这个解 本身它是一个 极数形式 所以各极数 这个极数形式 引入了很多 我们称之为计算单元 就是这个多个 计算单元之间 没有互相的依赖性 那么我们有很多处理器 我们是可以把这个 计算单元 都分给这个并行计算机 所以这种方法 无论在求解和这个 计算过程中 实际上它都 这种隐含着 它是可以满足 这种并行处理的要求的 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利用 之前提到的这个 叫Pyroll的这个思路 就是我们通过 并行的这种CPU 我们去并行化 一个仿真 这个可以对 就是上面 如果我们已经用了 上面两个方案之后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速 大概五到十倍 这个思路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我如果要仿真一个 比如说仿真十秒钟 但是我现在有一千个CPU 我怎么能用一千个CPU 去仿真十秒钟呢 我就把这个十秒钟 分成一千份 然后呢 我就把每一份给一个CPU 让他去单独仿真 他自己那一份就忘了 那么整个这个一千份 可以并行处理 当然一个比较 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是 你怎么能把这个 一千份把它连起来 是吧 因为你并不知道 这每个一千份 它的第一个状态是什么 那这时候就需要 一些迭代 就是你要对这个 他们的CPU状态 有个估计 那么这个需要一个 粗略的方针 你可以先做一步粗略方针 大概估计这个 轨迹是在哪一个 这个区域之内活动 这样呢 我对一个处理状态 给个估计之后 我再做这些仿真 那么第一步 你可以看到这个黑的线 它可能连不起来 但是经过大概几次迭代之后 它就可以连起来 所以这个方法的理论加速 就是说 我如果分成一千份 那么我只做了十次迭代 那么拿一千份除以十 那就是一百倍的加速 当然这个是比较理想 如果一线市中 一般都是分成几百段 但是有几十次的这种迭代 那最后的加速 大概还能在十倍左右 这里给出了两个 我们做了一些实验 就是说 怎么能够利用这种半级继续 来做到实时的应用 甚至超时的应用 第一个是在 Current 它有一个 就是用电力电子变换器 构建的一种 电网的模拟器 它在模拟就是未来的 就是北美电网 并且包含这种 叫 叫Moddy Terminal 就是叫 一种高压的一个 一个网 高压的直流网络 然后在这上 我们做一些 这种实时的控制 这里我们主要 模拟了一个 就是在线的解列 然后解列之后呢 用这种高压直流 来去帮助 这个解列之后的 这个孤岛之间 做一些功率交换 这个就是对整个 这个北美电网的 一个模拟的 一个这个拖铺图 然后这个是 它真实的 这个仿真系统 实际上模拟系统的 实时系统的一个显示 大屏幕显示 所以它 因为这个演示 主要是针对 是这个西部系统 所以我们假定 这个西部系统 经过一些大的扰动之后 然后呢 它会 它会这个 发生一些震荡 但是我们通过 这种解细解的方法 是可以预测到 它后面的行为 如果真是发生了这种 有可能要发生失误 那么可以做一些 主动解列 然后呢 解列之后 我们可以用这个DC 来去连接 让它们继续保持功率交换 所以呢 这里面 这里面蓝的是表示的 实时的数据和状态估计 然后呢 这个 粉呢 是表示的是 通过这个半解机 也实时能预测到的轨迹 发现这个会发生一些 这个震荡甚至失误 然后呢 绿的是说 我们预测到这轨迹之后 马上做了一些控制 那么系统又稳定下来 第二个演示 是说 把这个 这种超值仿真 把它跟这个 跟风电厂结合起来 因为风电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本身可能不容易 参与这个频率 频率控制 但是呢 如果你风电是有这种 本地的有一些储能的话 你可以模拟一些 这种转动光量 所以呢 你是可以在多个控制模式之间切换 所谓MPBD 就是说 它以最大的这个功率的发电 但是频率支持模式 就是说 我可以牺牲一些功率输出 但是你怎么切换呢 传统的作法都是 有一个 你可以设定一个叫 叫deadband deadband就是说 有一条线 这条线 如果这频率跌到这个值 我就开始切换 但这种切换是非常机械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这种 解析的方法 我们是可以预测到 未来的这个频率轨迹 所以这里表示的是 如果我们做到 50阶 甚至100阶 的这种近似 那么可以准确地预测到 这个频率可能要跌到什么地方 那么可以用这种预测来 辅助做一种 自适应的切换 这样就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我可能花了一些时间 这是第一个这个题目 这后面我会快速介绍一下 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实际上是 要把这个大电网 怎么去做它的稳定性分析 这里我们提出的是 非线性的摩台结枉 假设现在我们有个电网 它如果发生一些大的扰动 它就会发生震荡 甚至这个吃步 你会形成一些区域 每个区域内部是基本上同调的 区域之间可能会 发生这个震荡或者吃空 如果我们现在只是针对一个 小的扰动的话 那么我完全可以用这种 线性模型来研究这个系统的行为 对于线性系统 我们是可以对它的这个 A矩阵做一些对角化 一旦对角之后 我们把它所有的摩 摩态都结尾开了 这样呢 我们只要分析每一个摩态 它的震荡的频率 包括它震荡的这种阻尼 我们就可以判断它的稳定性 所以如果我们接近这个思路 去研究非线性系统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非线性系统 分解成若干个小系统 这样的话更容易处理 这个是基本的这个对角化 甚至分解模态的一个方法 我们的目标是分解所有的非线性模态 那这里非线模态我们怎么定义呢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线性模态的扩展 一旦我们分解开了 我们针对每一个模态 可以做一个独立的分析分析 我们假定这个原系统是个非线系统 然后呢我们经过某一些这种做变换 就有点类似于这个线性系统 我们做了一个在它的这个 根据它的特征空间 我们做了一些分解 但这里呢我们是做一个非线性变换 并完成另外一个非线系统 这个非线系统跟原系统是等价的 但是在这个新的非线系统 在它的这个Z空间里面 它已经变成一些分解的一些系统 这些系统之间已经结偶 比如打个比方 对于这个电网 那一旦发生这种失误 可能这个黑色的区域呢 就会跟其他区域分割开 那么在区域之间的动态 可能是有一些 结偶的非线系统来描述的 那如果是黑色区域跟其他区域分解开 我们完全可以使用其中的一个 结偶的这个这个系统 去分析它的明星就够了 我们不需要分析原系统 这是一个工具 就是说它表明了一个震荡 是怎么从一个角形号 稳定性的一个震荡变到一个失稳 这是在有两篇工作里提到的 我们提出的一个叫 Frequency Ambitur Curve 就是叫Fa曲线 Fa曲线它的横轴是震荡的 某一个震荡模式的震荡幅度 Y是指导它的震荡频率 它说明的是一个电力系统的模式 一旦发生震荡 它如果这个扰动很小 那么就是幅度跌近零的时候 它是在它的线性的震荡频率 当然你幅度增加的时候 它会沿着一个曲线 其实到某一个关键点 这关键点就是对应的 你的不稳定评点 就是这个本定已经失去定义的这个点 这是说明 我们是如果可以把一个线性模式 跟一个编辑模式把它关联开 关联起来 这样一个Fa曲线 就代表了某一种非线性的震荡模式 然后呢 针对这样的一个非线性模式呢 我们如果用一种非线性系统来描述 当然这个非线性系统不一定是单机无穷大系统 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套用这个单机无穷大系统 的这个研究方法 比如说等面积准则 当然这里我们需要用一个通用化的等面移选择 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分析它的架速面积 减速面积和它的稳定性 所谓这个非线性模式解偶呢 就是这样 就是我有一个多机的一个系统 我经过一种对状态空间的足够变化 变化之后呢 形成一个多个震荡子的系统 两两震荡子之间是结偶的 每个震荡子只有一个自由度 那么我研究它的稳定性就可以用前面提到的这个IQ曲线 或者用这种扩展化的这种等面积准则来研究 然后这个理论是这样描述的 我大概说一下就如果这个系统本身没有共振 在平点处没有共振 那么这个系统就可以找到某一个收敛的一个作用变化 从X到Z 那么系统就可以在一定的接触之内实现结合 我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是这个FX 然后呢我可以 如果是它是一个解析的话 所有的函数解析 它可以做一些台楼展开 那么第一步可以做一些线性变化 变到它的模态空间 那么实际上是对这个A矩阵做对照化 第二步呢 就是通过引入这个非线性的作用变化 我们把这个从低阶到高阶 一阶一阶的把它结析 就绿色的表示已经结析的部分 就是结析到BK阶 那么K加E以上呢 还有偶和像 就是这个蓝的这个像D 也有结析像 但是这种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要求解这样的变化呢 实际上也很容易 只需要解决这样 求解这样的一个叫Homology equation 这是一个线性的方程 你通过这个线性方程 实际上它解决了 你当前的这一个阶数 比如说我假定DK.E阶 已经都实现结构了 那么DK阶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方程 把它的系数解出来 那这个系数呢 大概是这个形式 所以你看到 它的分母是有很多个特征 特征值的这种 线性组合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假定 这里没有发生公正 但是如果发生公正的话 这个这个系数就会变得无穷大 当然在理论上 在任何系统中是有可能 有可能发生这种 这种严格的公正的 但是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比较少 它只会发生这种 接近的这种公正现象 后面就是我们到底把这个电网 结合成什么样的这个震荡数 是吧 这里提供了几种策略 就是假定我们现在考虑一个二阶系统 非常简单系统 我们就想结合这个二次相 二次的这种后合的变相 比如这里你看到这个绿色的标志 它们已经是结合的状态了 就是它只是引入了一个状态变量 但是黑色的呢 它们是引入了多个状态变量 我们需要求解这样的这个 homology equation 是吧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多少变换 第一个策略就是我们干脆把所有的这个 在结合之后 我们把所有的非线项都把它去掉 因为我们如果把一个非线系统 通过一个非线性的作用变化 变成一个线性系统 那么这个线性系统肯定本身已经是结合的 因为任何线性系统是可以模态结合的 所以我们就假定最后形成的系统 就是近似一个线性系统 当然这里我们把这个系统原来的非线性 都转移到这个变换缩变换内部去了 实际上这个方法就是经典的叫形式现金化 或者叫normal form 就是标准型的问题 这个方法的思路最早是庞嘉莱提出的 这是个很经典的方法 但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只是要希望能解除一个解我的非线系统 但是求解的工程中呢 我们对h的所有的系数 我们有严格要求 就是如果这个系数不能够帮助解我的系统 我们就不要引用这个系数 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足够变换 所以这里呢 如果像之前有一些绿色的像已经是解我的 那么我们对应的这个系数 我们就可以认为零 我们就不需要对它进行计算 k接 那它就是等于k接的可乐感通 那这个实际上是 对这个解我的变换本身要提出了一个额外的要求 这个好处就是说 你解我的之后的每个系统可以当成单机不大系统 那么之前呢 像等面准则的很多稳定性分析工具 你同样可以试用 但是呢 这里要提示一点 就是说对一个通用的一个电网的话 多机系统 一般来说理论上是 你很难把它解我的成为一个精确的单机不大系统 但对于我们这个解我的变换 你就可以一直解我的下去 这个意味着你如果要达到一定的精度的话 你需要解到非常高的跌 就是低阶变换的精度可能会非常差 同时这个策略提供了一种方法 就是说它可以评估任何这种基于单机无穷纳系统的 这种等效的直接方法 它的精度到底理论的精度到底有怎么样 所以你要评估它的精度 你只需要评估你用这个方法解我后的这个系统 它的这个接数达到多高的接数 才能够满足你的精度要求 实际上这个接数就意味着 到底这些做这种单机无穷纳等效的这种直接方法 它的本身它可能的这个局限性在那 所以这是目标是我们要变成一个单中纳系统 所以有这三种策略 后面我们是在小系统和大系统上做了一个比较 第一个是最简单的三级系统 三级系统是有两个震荡模式 如果你观察它的这个线性化的这个A矩阵的话 是有一个模式 我们这里让它在1赫兹左右 一个是在2赫兹左右 然后我们这里呢给它了一个很大的扰动 是一个三项短路故障 我们让这个故障的持续时间 是几乎等于它的这个临界切除时间 所以这已经你已经不可能用一个 小干扰问题性的这么一个方法来去分析 我们用第一个策略把它结合成一个线性系统 它就是这样 就它就等同于 几乎等同于原来的这个线性化的部分 当然这里的变换不是一个线性变换 是一个非线性变换 第二个策略就是结合成 这个非单几乎纳系统 我们只要求这个结合变换 它是最简化 第三个是我们就要把它结合成一个单几乎纳系统 之所以这两个方程看起来 并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 这个单几乎纳系统 这个这个twin equation 但原因是因为 这里我们用了它的这个共恶 实际上用了它的 一对共恶的状态变量 你可以把这个一对共恶的这个 这个部状态变量把它变换成为一个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公角跟频率 那它就等同于这个 转子运动方程 我们如果拿 比较这三种策略的系统 它在同样直结合到第三阶 它的精度怎么样 如果我们在小干扰稳定性的情况下 我们会发现这个 结合成单击公纳系统的这个是最差的 然后呢 结合成这种非单击公纳系统 甚至线线系统 它都比较好 如果在大干扰稳定下 就是在故障切除时间几乎是临界切除时间的情况下 也是这个结合成为就是最简化的 这个变换 用的是非单击公纳系统 它的精度是最高的 然后结合成单击公纳系统 跟结合成线线系统 误差几乎是一样大 误差都达到了很大的程度 后面我们可以继续研究 到底这个我们增加不同阶数 这个精度到底怎么样 这个画出了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像它的稳定边界 对一个三级系统的稳定边界 是这个蓝色的线表示的 然后绿点是它的稳定平点 然后呢 我们如果只用二级近似的话 只覆盖了分上小的区域 三级近似可以覆盖到超过一半的这个稳定区域 我们如果用到七级近似 和几乎覆盖到了整个温定区域 所以对这样的一个系统 一般这个三级到七级是至少你要做到三级 但是最好能做到七级 这个图表示是我们尝试着用这种 模态结偶来去估计 真实系统的不稳定平衡点 因为对于真实的多级系统的不稳定平衡点的 求解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多级系统结偶成 多个震荡子 每个震荡子它对应着它自己的不稳定平衡点 那么这个不稳定平衡点实际上是原系统不稳定平衡点的一个映射 那么是可以反推回去估计原系统的不稳定平衡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粉色的点是代表真实的不稳定平衡点 三角代表的是结偶后的两个系统 它估计的这不稳定平衡点 发现至少有一个是很接近于真实的不稳定平衡点 后面我们对这个系统它的稳定边界作为估计 这个是在结偶之前我们看它的在这个大耳童之后的震荡轨迹 发现它涉及到两个震荡模态 所以是很难做分析的 下面呢我们对它做成结偶成两个这个三界系统 我们用这个蓝色跟这个粉色来表示 在结偶之后我们发现他们的结偶的两个系统 是对应着两个这种流行或者曲面 就是说每个曲面分别对应着一种震荡模态 然后呢我们发现这个原系统的固定平衡点 是非常接近这个比较慢的震荡模式的这个曲面 这就意味着为什么这个系统很容易在这个比较慢的模式上 在这个故障情况下发生评论 那么我们能不能用一个直接的方法来去分析它的分明性 这里呢因为我们已经把每个系统结合成为一个单个的震荡子 单个震荡子的利亚普诺夫函数是很容易求解的 比如说有一种经典方法叫这个first integral的一个方法 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可以直接找到它的精确的利亚普诺夫函数 通过利亚普诺夫函数我们可以算出它的临界能量 然后呢找到波尼评点算出临界能量 我们根据这个临界能量来估计它的临界切出时间 那么通过这个临界能量估计的临界切出时间是0.16秒 是非常接近真实的这个0.17秒 然后我们把这个两个结合系统的稳定边界 在这两个图里面画出来 就是外面这个边界是它的真实的稳定边界 然后呢里面这个虚线是代表的是 用它各自的两个函数估计的稳定边界 对于同样的这么一个大的扰动之后 我们把它的轨迹映射到这两个结合的一个状态空间 我们就发现在这个两赫兹的模态上 这个轨迹虽然几乎已经失稳了 但是在这个映射之下是非常小的 就说明对这个模态 对这个稳定失稳的贡献是非常小的 但是对一赫兹这个模态我们看到 它很可能会飞出这个稳定边界 后面我们把这个思路放到一个48G的一个大系统 是代表这个东北部 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大系统 我们模拟了就是当时2003年停电之前的最后一次震荡 它发生在这个新格兰跟这个纽约州之间 大概一个0.6赫兹左右的一个震荡 当然我们这里直接加了一个很大的扰动 来触发这个震荡 然后呢对这个扰动呢 它会触发很多个震荡模式 因为这是个多极系统 我们找到了前五个震荡能量最大的震荡模式 他们占到了总能量的超过了99% 然后我们对这每一个震荡模式 我们做一些针对他们做一些结偶 我们目的就是找到五个结偶的震荡系统 每个震荡系统一个自由度 然后呢他们分别代表这五个模式中的某一个 这个计算过程在Metalign里面用一台台设计 大概花了40分钟左右 因为它并不是针对这个算法做的优化的这个方法 但我们只是测试这个是不是有可行性 能够通过找到里亚普通函数 然后根据里亚普通函数找到边界 通过大概花了0.1到0.3秒 就能够预测到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把这个如果现在这是测量到系统的真实的行为 我们可以把这个采集的点映射到 找到的跟0.6赫兹相关的这个 分定边界去比较 我们可以预测到它的实温 而我们去 如果有另外两个震荡模式 我们去画它的分定边界的话 我们发现即便系统已经实温了 但是在这两个震荡模式上是体现不出来的 这也就能够说明了 这个我们是可以 只针对某一个震荡模式来去预测系统的实温 后面有几个其他的应用 就是一个是我们可以重新定义关于阻尼的含义 所以在对飞烟系统的情况下 如果对结果系统 我们只找到关于这个一界分项的系数 它就对应着原系统的阻尼 那么我们可以对系统阻尼有一个更精确的估计 这个右边这个 左边那个图表示的是 这种估计几乎是 对跟这个时间的窗口是无关的 但是你如果是用传统的这种 prony的方法去估计的话 它是需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窗口的 是因为传统方法是假定了这个震荡 是从现行系统的响应得来的 右边是我们把这个应用到 2011年的就是美国西部 美墨边境发生那次停电的最后一次震荡 是我们也可以实时的算出它的震荡阻尼 我后面就很快过吧 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们是可以用这个电力电子的这些新能源的设备 对对这个这次震荡可以做一些震定化 我们可以直接控制它的这个阻尼 我们可以把它快速的本定下来 对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今天的这个报告 总结一下就是介绍了两个工作 一个是关于半解析的仿真的方法 它是有潜力能够提速10到100倍 就是相比于数值方法 并且呢它可以很适用于在平行电论机上的应用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非线性的摩太阶偶的方法 实际上它提供了一种新的直接法 就是分析电力系统稳定性的方法 并且它可以把这个小干扰跟大扰动的稳定分析 都纳入到同样一个框架 并且它可以很容易用到实时的控制 我就讲这么多吧 可能有些超时 谢谢孙博士 谢谢孙博士的精彩报告 这个孙博士这边藤队里边 这是最近五年多的工作 然后确实是 应该是一直坚持在做这个东西 然后又非常 整个报告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理论化 理论这个工具是非常扎实的 然后刚才在那个微信群里 还有那个直播间里 有几位都在问问题 然后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不挨个问了 我把这些问题呢 我大概给那个综合了一下 提两个比较那个短一点吧 我们综合短一点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我们那个半解析的方法 应该看起来还是让是 我们进入这种向量的方法的 那比如说如果我们对于这电电子设备 这些东西我们在考虑的时候 怎么考虑 实际上这个问题 我想和其他另外其他问题 你合在一块呢 就是 我还有一些线服环节 死去环节 等等 它们都是非常强非线性的 像电电子设备这样子 另外还有后边我们在讲 这个模态叠加的时候 虽然你讲到说 我们是通过这种非线性的变换 使它变换之后的系统 基本是线性的 那么这种变换之后 总的感觉就是 非线性 我们电力系统原本的非线性 在特别是在临近失稳的状态下 那么用您提到这两种方法 它是否还能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 这是第一个问题 孙博士 就这一个问题吧 还是后面还有 这是一个问题 是我总的喜欢这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 布偿的事情 就是第一个方法里面的布偿 这个您现在测试就是 这个布偿能做到多大 特别是这个加速 一个数量级到两个数量级 这个半解析的这个贡献 或者是我采用这种比较大的 布偿的贡献 分别对于这个提高速度 贡献有多少呢 你就拿更重要一些 这两个问题 你这两个问题 实际上四个问题 都是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我希望我能把这四个都记住了 第一个问题指的是 说于这个到底现在都是基于向量的模型 这个是非常对的 目前我今天讲的这个所有工作都是向量模型 都是在输电系统的 但是你如果说到电力电子 是用这种 就是叫电磁攒态模型 我之所以没说电磁攒态 不是说不行 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工作 我是很自信的 是可以做电磁攒态 为什么呢 我给你讲一点 如果你去 如果任何一个学生 他有这个经历 他自己求解过电磁攒态模型的问方程 跟求解这个向量模型的 他实际上发现向量模型是更难求解的 因为向量模型它是一个DAE问题 而电磁攒态它是一个ODE问题 所以对于ODE问题来说 实际上是比这个更容易求解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ODE模型这个尺度上 大部分模型它实际上是基于线性化模型的 就是它飞烈性是严格定义的 它跟那个电网的飞烈性不太一样 电网飞烈性是一个强的一个网络 所以简单答案就是电磁攒态是可以做的 只是我现在没有很好的提刊的成果给展示大家 我有些会议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甚至我们现在有这个跟DAE支持的一些 就是在研究怎么把这个用到电磁攒态 这就是可以做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你提醒提示我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好问题 这是很多人就是问到 这里面对这是对的 这里所有的 这里关于第一个成果还是第二个成果 它都是假定这个函数本身是解析的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强的假定 如果这个系统涉及到切换的话 或者说它已经不能满足这个解析的条件的话 这个确实是可能有这个问题 对于后面第二个成果到我倒不那么担心 因为你现在研究的是大系统整体的稳定性 所以对于具体设备的切换 它很难影响到系统整体的性能 所以这个可以是没有那么大 但对第一个方法 你可能需要再切换那个点要切换 有一种做法就是说你对这个切换的变量本身做佛号化 你做了佛号化之后 你求解过程不变 但是在计算的过程中 你要做这样的切换 对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基本上现在算是那个不潮的问题了 这个不潮都做很大 对这个实际上这里面实际上主要的卖点 就是说我们用了高级金丝 因为就是我前面不断强调的 我想强调这几个点 就是说传统的数值方法 它不是针对电力系统通用 这个定制化 它是一个通用算法 所以它就很难做到一个通用算法 在超过六阶 但是你如果你了解这个系统模型 你是可以做到很高阶的 通过你做到很高阶 它就保持它的精度 并且它可以做很大的不长 然后呢 这是在你求解温方程的时候 通过这个大不长 它会给你达到很大提速 这是主要的方面 就是对这个 为什么能提高一个到两个数量级 至于其他的 包括我们把一些工作量 把它用的放到离线阶段 这些当然也是一些优势的 包括并性化 但是最主要的实际上是 通过这种高阶进次 还有是特别在你求解大电网的时候 实际上主要的工作量 是花在求解潮流方程 而不是这个微的方程 但是如果你用了高阶进次 你可以通过增加不长 你实际上减少了计算潮流方程的次数 对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 最后那个还是其实就是不长那个问题 就是不长的问题 刚才说那个到底这个对这个速度的贡献 是这个不长的贡献最大 还是说我们这个 这是相于这个非线性的半解析 贡献更大 对这么着吧 就是说如果你有个方法 你不用用这个半解析的 你可以提高不长 不长提高到10到100倍 那么最后你一定要利用到系统的模型 你可以这样反着这么说 我们是因为利用了系统的模型 所以可以把它提高10到100倍 你如果是想用任何其他的智能方法 你能提高10到100倍 最终你一定要会利用到系统的模型 好 谢谢孙博士 对还有一点有问题 就是除了我们这些论文之外 现在这些相关的方法 有一些开源的材料可以共参考吗 你说的是算法是吗 是这个程序是吧 对好像有人想特别想深处了解一下 可能想查一下资料 我觉得后面可以再直接跟孙老师 直接联系一下 这一块 对可以联系我吧 如果有兴趣合作 或者有兴趣讨论的话 对对对 好 这个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 我们就没法和孙博士 继续再讨论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么先请孙博士 先稍着休息 说后我们在 后面还有一个原则讨论的环节 再和您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感谢孙博士的精彩报道 好 谢谢 孙博士 您可以把那个推出来 我们的那个第二位嘉宾 是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姚伟博士 姚博士是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 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的稳定分析与控制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 在智能电网中的应用的 姚博士报告的题目是 海上风电经柔制电网并网系统主动频率支撑技术 及仿真平台的构建 有请姚博士 好 谢谢你博士的这个介绍 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 各位同学 那个线上的这个同仁 大家晚上好 我是华中科技大学姚伟 今天我汇报的这个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一点的一点研究的这个体会吧 主要汇报的题目是海上风电经柔制电网并网系统主动频率支撑技术及仿真平台构建 那么我的汇报分四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这个背景与意义 那么海上风电具备资源稳定 利用率高 顺利负荷中心近 占地少等优点 是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方向 那么到2020年的话 我国累计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到9个G瓦 在2021年预计会 新增并网四个G瓦 那么在2025年的话 我国海上风电并网 将达到15个G瓦 就是1500万千瓦 将位居世界第一位 那么风电 多由这个电力电子变换器介入 无法直接想 实现对交流系统的关系响应 那么降低了系统整体的这个关键响应 那么也就是说 由这个曲线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频率下降力和最大偏差力 它会增大 那么随着这个新能源渗透率的增大 系统的频率稳定性将逐步减弱 那么在这一个 当这个 大家都知道2019年英国89年 8月9号的这个大停电案里面 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它在故障之前 它这个风电直流等电力电子变网电源的出力 占比超过了40% 对吧 通过事后的这个分析发现 这个 大量的这个海上风电电源和其他电源拖网 造成系统这个功率的推额 超过系统频率响应容量 是它的这个主要原因 那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电力电子变网电源的这个比重太多了 因此的话需要 需要一些这个频率的支撑 在欧美的这个导则里面 要求风电具备主动频率支撑的这个能力 那么柔性直流电网是一种可以认为就是可以有效解决 大规模远海风电这个并网销纳的一个手段 那么近距离当然是交流了 所以因此的话 柔直的技术化可以 是未来这个海上风电并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段 但是由于这个柔直的这个作用 海上风电和路上交流系统 它是一个结偶的 海上风电厂无法直接进行这个频率的响应 而且采用到这个大规模海上风电并网之后 它替代了部分的同步机 减弱了这个有工的备用 因此的话为了提升系统的频率稳定性 需要开展这个风电经柔直并网系统的主动频率支撑的这个研究 那么汇报的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一块 如何去实现这个主动频率支撑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频率支撑的话 其实主要都是通过这个附加调频控制来实现 那么主要的这个手段有 从风电机组的这个角度来讲 可以通过这个附加惯性下腿控制 主要是通过释放转子的动能 风机减载等备用这个储能的这种方式 那么对于柔直来的话 就主要是利用这个控制这个直流的电压 释放这个柔直的这个 这个储存在电容的里面的这一个能量参与调频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风电和这个柔直进行协调调频 那么一种有通讯的这个办法就是 利用这个风机转子的这个动能 包括功率的备用 包括这个柔直的这个电容这个储能 通过通过通讯的这个通讯的这个信号 可以进行这个通讯传出之后实现他们这些协调 那还有一种就是采用这个无通讯的办法 就是比如说路上这个幻流站 采用这个下腿的控制 那么将频率的扰动转化为直流电压的这个变化 还有就是对于这个不同多个这个落点的这个路上幻流站的话 要设计它要进行这个合适的这个频率的这个功率的这个分配 那么目前面临的主要的这个挑战就是 风电和柔直是如何协调 还有如何去缓解这个风电在恢复的这个过程中 调频完成之后 恢复的过程中它如何的二次频率跌落 以及这个刚刚说的这个路上幻流站的这个功率 如何分配 以及如果采用通讯的话 它可能会存在通讯的延迟这个问题 那么这是现有的一些办法的这个局限性 那么采用风机的这个转子动能控制 它可能会存在二次频率跌落 采用功率的备用控制 它会存在部分的这个气风 那么采用这个柔性直流的这个电容容量储存的话 这个释放这个的话 它这要求的这个容量会比较大 那么采用这个有通讯调节的话 要考虑这个通讯延迟的这个影响 那么考虑这个无通讯要考虑这个直流电压的 安全工作范围 包括这个合理的功率的分配等等 那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针对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经过柔直电网并网的这个系统 我们通过研究会发现这个风机它这个转子 它这个释放这个动能之后采用调频之后 它在恢复过程中 它容易出现这个二次的这个频率跌落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对于这个岸上的这个交流 这个多 多个的这个换流站 那么它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换流站的这个附近的这个 本地的这个频率下降的这个速率的话 它是跟这个故障点是相关的 比如说像这个故障点比较近的 它的这个频率下降的速率 包括频率的这个最低值 都会比这个远的这个地方要大一些 那么因此的话 那到底如何去 所以我们要 要做到这个频率调整 就要涉及到这两个之间的 这个功率的这个如何的这个分配 对吧 包括这个风电的这个 释放出功率传到这边来之后 如何去分配来进行这个调频 那么因此的话 为了合理的去分配这个调频的功率 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原则 就是尽量使这个 功率向靠近扰动源的这个地方 多的注入对吧 同时还要缓解这个二次的频率跌落 那么因此的话 我们提出了一个控制策略就是 在风电层级的这个地方 一个目标就是 采用这个 就是预防二次频率 我们采用梯次启动 自适应惯量 这个下水控制 那么在幻流站这个层级的话 就是设计这个自适应的 这个下水控制 想办法去 更多的去 把功率更多的是经历 经过这个 到它 扰动源进的这个幻流站 来进行这个注入 那么这是在风电厂层级 采用了这个 T次启动的自适应 惯量下水控制的这个办法 那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风机 进行这个分群 比如说我假设分两群 就按照它这个转速 当它这个频率 超过这个偏差的时候 超过持续偏差的时候 我集群一 我先投入参与调频 然后再通过这个 惯性下腿这个系数 去进行这个自适应调整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比如说就是五秒之后 在封链机群二 再投入这个参与调频 这样再进行它的 这个参数自适应调整 就是在一个风机这什么样 那么在幻流站的这个层面的话 那么采用自适应的下水控制 那么通过这个路上 幻流站采取到本地的 这个频率信息 那么通过这么一个 冲量积分的一个 确定它的一个下水系数 这个下水系数 可以自适应的这个去调整 它这个从而实现这个 充电功率的合理的这个分配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 公益更多的是经过频率 下降速度快的幻流站 注入到交流系统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减小 这个岸上的交流系统 大范围的这个功率转移 从而降低这个频率的 这个最大跌落值 那么这个是通过一个 仿真的这个验证 可以发现它可以有效的 去缓解这个二次频率的跌落 而且相对于其他的这一些 现有的一些方法而言 它可以起到很好的 这个频率的这个支撑 那么前面一种方法 它其实上还是会采用的 这个就是我要用到 这个岸上的这些频率的信息 我要去继续风机调整的话 我实际上是要用到这个通讯的 是一个有通讯的这个调节 那么实际上在有通讯调节的话 它是在这个通讯里面 它是有延迟的 它这个是会影响到它的这个响应的这个速度 那么因此的话 为了实现快速的主动频率支撑的话 可以采用这个无通讯的这个下水的控制 那么采用这个控制之后 我们会发现现有的这些无通讯的调节 会有一个问题 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它的比如说这个路上的这个频率变化 它会导致这个路上的直流电压下降 而从而导致这个海上的直流站的这个电压下降 而这个时候风机就会要出力去支撑它 这个时候会导致这个海上的这个 由于它功率注入会导致海上的这个直流电压降低 是升高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风机 南线是不风机不参与这个调品的时候 这个红线是参与调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由于风机的这个时候的功率注入 它实际上这个岸上的这一个 我们如果直接用这个海上的这个直流电压 来去进行这个 进行这个控制的话 风机的控制的话 它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很好的 反映真实的这个岸上的这个频率的这个情况 而且它有时候这个在这个下水的控制 参数设计不好会引起这个震荡 那么因此我们现在有的一个 想到的一个思路就是 我不利用这个海上的这个直流电压进行频率响应 而是我采用一个一个观测器 一个估计器对吧 采用这个海上的这个直流的这个电压 和它的这个这个电流对吧 跟它这个电流 我去估计这个路上的这个直流电 直流电压 因为路上的这个直流电压 是可以比较好的反映路上的这个频率 对吧 用用用了这个直流 再去用这个估计的电压 这个频率的响应 就是我们 那么因此的话 针对这个的话我们设计了这个 分别设计了各级的这个控制 对于路上的这个幻流站 我要考虑到这个电压安全预度的 这个自食应的控制 在前一个控制方法下 加上电压安全预度 那么对于这个海上的这个幻流站的话 对于这个的话 我采用这个无通讯的路上直流电压估计器 我通过这里面的一些 它这里面的电压和电流 以及这个这个包括它的一些控制的这些 它的这一些参数 对吧 那可以估计到这个路上的这边的 这个直流电压 然后用用这个 然后海上的风电厂再用这个直估计的这个直流电压 通过这个转速平滑这个恢复控制 可以这个防止二次频率的这个跌落 同时也可以实现这种无通讯的这个调节 那么具体的每一步的话 就是在这个 按上这个风电厂 这个时候我们是增加了这个电压预度的这个因子 所以保证在这个调节的过程中 这个电压维持在安全预度的这个范围之内 那么对于这一个 无通讯的这个路上直流电压的这个估计器的话 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它的这一个 首先通过这个交流的频率 到它这个路上的这个直流电压 这一个环节 然后再通过这个海上的这个直流电压 包括它的这个电流 以及它的这个一些直流的参数 可以估计到这个路上的直流的电压 然后再用于这个海上风电的这个频率的这个响应 对吧 它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可以减小不必要的一些偶合 那么在风机的这个恢复的过程中 那我们常规的恢复的办法就是采用这样的 对吧 在它这个MPT这个曲线上 在这里释放完了之后 它就直接下来 然后再这样过来 这个会导致较大的攻击的挑点 那么我们一个办法就是在这里面 把它的这个MPT可见 乘以一个α这个系数 然后再把它这个α随着那个时间 把它这个降低到这个1 那么这样来之后它的整个的这个功率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范围就大大的缩小 从而可以避免它的这个频率的这个二次频率的跌落 这是它的一个情况 那么通过这个仿真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我采用无通讯控制 可以达到不考虑通讯延迟的情况下 有通讯控制的相近的效果 当然如果我有通讯延迟 有通讯控制的时候 我考虑延迟的话 这个效果就是不如这个无通讯控制的 而且由于其他的现在的一些无通讯的这个办法 包括就是刚刚那个 估计器的话 按上直流电压的估计器的话 我是用到了这个系统的参数 那么我们也可以测试到 当这些线路的参数这个变化的话 我的这个估计器 这个控制性能 也可以对它这个参数变化 具有一定的乳光性 包括这个造成都有一定的乳光性 好 第三个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新型电力系统动态仿真平台 那么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现在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的话 就是有高比例新能源 高比例电电子 还有这个高度信息物理融合的这个系统 那么这种系统的话 它也同样面临一些这个频率 电压震荡等等 一些这个新的问题 那么对于这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要去进行这个仿真的话 那么首先这些系统里面 要能够反映到这些胶子流电网的 这个大的这个动态 包括这些新能源 柔性的胶子流等这些设备 包括甚至像这一些通讯模块 我们到底怎么仿真 还有一些先进的一些算法 包括现在一些人工智能的研究 这些都需要能够去通过仿真来实现 那么现在有了这个电力系统的仿真软件 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就是大型的这个商业化的软件 像这个PSS-E PSS-P BPA 这些 那么这些设计的初衷的话 它本质上它都是用来这个日常生产里面 所以它里面的一个这个自定义的这个模块 实际上是很难 很难用的 大家如果用过的话都会有那个感觉 而且你如果要添加一个新的设备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还有一些 因此的话有一些这个小型的研究型的软件 比如说这些都是基于Metalab来开发的 比如说像PSP PSS 这个Metalab Dynamic 这些 对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就是包括我们李老师 就是今天这个李博士 他也开发了一个这个软件 我也看过 对吧 但是这些现在的这些软件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觉得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它需要 自定义很难 包括就是加一些新的控制算法都很难 像下面这些小的这个软件 其实也都是基于基于仿真 基于M的这个文件来做的 你要去添加一些模块 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那么因此的话 我们是希望采用了一个思路 就是利用这个Semilink 它的一个特点 Semilink其实是一个大级目的 这个对于用户来讲非常的友好 可以很容易的去去实现它 而且很容易的通过 不管来一个任何新的设备 我都可以用Semilink 去把它的动态的模型把它搭出来 那么因此我们做的思路 就是当然做这个稳定分析 首先要做潮流计算 那么我们用这个Metalab去编潮 然后用Semilink去做这个展稳分析的模型 然后通过这个之后 我们就可以构成它的一个仿真的模型 而且这样做的话 它还可以跟RTNable 很容易的就直接联系起来 而且可以直接把这个Semilink的模型 就灌到这个RTNable里面去 而且还可以跟自己研发的一些控制器 或者一些像柔植的一些模块 可以进行这个构成办实物的方程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不需要小干扰的这个编程的程序 不需要单独去写 前面的很多都是要单独去写这个 而且它还可以利用很多 像Metalab里面有很多控制的工具 想进行这个控制的这个优化 控制器的优化设计 那么这个的主要特点 是主要是想把它用在一个中小规模的一个电力系统 而且主要是用于这个教学和这个做科研 因为主要是有一些新的模型 新的算法 这个是来验证的话 这个在科研中用的比较多 可扩展性也比较强 它因为它添加新的模块 其实就是一个大紧步的一个方式 所以非常的这个方便简单 不需要基本上是临门槛 而且可以最大化 利用这个Metalab现有的工具箱和囚解器 我们只需要关于 关心电力系统模型的这个本身就行了 不需要去了解那些囚解 具体的囚解算法 而且这个线性化的话 可以直接用它的工具箱来线性化 不需要另外编程序 还可以跟实时的仿证器 RTNable无缝的接入 构成实时动态仿证平台 还可以采用这个实量仿证的技术 因为Metalab有强大的这个矩阵运算 这个能力可以大幅度提高仿证效率 而且它的求解算法是非常的多 大概有17种之多 所以它的不管你是求这种 有像电力系统这种刚性的这种系统的话 你选可以在算法方面 你可以选一个稳定性比较好的方法 而且还可以进行 你一扇连续的这个混合仿证 包括还可以进行一些 通讯模块的这些仿证 都是可以很容易的 包括可以利用它的这个 先进的工具箱进行控制器设计 这是与现有的一些 基于Metalab开发的一些 这个工具箱的一些特点 这个刚刚也都大概说了 它有比较多的这个优点 这里就不详细的说 总之就是说 它的这个比较简单 很容易这个上手 而且就是纯搭积木的形式 那么这个的基本原则就是 比如说把一个电力系统 把它这样来分内 不管是风电厂 还有这个VSC 我觉得就是这些直流 包括这些发电机 还有其他的一些动态元件 我都可以把它分块 每一块我就把它的模型搭出来 对吧 然后这每一块 比如说风电厂 我都可以用这种大积木 VSC就是大积木的形式 然后除了这里面 少数的这种交流的 像这种网络 因为这个连接比较复杂一点 就可以用少数这个自定义的 用一个M文件去把它写出来 那么具体的就是 像一些设备的接口 比如说像这个发电机这种接口 它的这个方程的话 我可以用这种 罗顿的这个等值电路表达 像这种VSC的这种 存两个这个代数 两个微分方程的话 就可以用一个等值的注入电流来表达 这样去把设备是表达得很清楚 那么对于像这个直流网络的话 我直流线路的话 我可以由考虑这个展态的 派行等值电路来表达 那么对于像这每一个节点 我可以写到它的这个节点方程 包括它的线路方程 然后再把它写成始量的这个形式 然后可以就通过输入这个节点的联系矩阵 就是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 包括它每个线路上的这个电阻 电感和电容的这个关系 使这个元素的这个始量 就可以把这个直流网络给表达了 还有对于这个像新能源 新能源这种场战 比如说像这个 不管是风电还是这个光伏 它新能源的特点就是单体的容量很小 但是数量很大 那么传统的做法就是把它 把它聚合成一个单个的 或者几个风电厂进行这个 这个这个仿真 几个风击来进行仿真 但实际上 它的这个风电和光伏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风电厂里面各个风机 或者光伏之间 它具有相似性 结构是 基本上是同构一参的 就是它结构是相同的 只是参数不一样 所以就可以采用这个始量仿真的技术 当这个同构一参的 这个机组和这个模型控制回路 进行这个并行计算 大幅度提高计算效率 而且也可以通过这个构建 风电厂内部的这种脱口结构的 这个连接关系矩阵 可以去模拟这个考虑风电厂 内部这个风机之间的这个动态 可以用这个来去 去详细的去刻画 这个风电厂的这个模型 包括光伏的我们也做过 那么基于这个之后 比如说以这个文艺 我们要做的话 首先就是计算这个潮流程序 这个我们也写了 然后基于这个潮流结果 算出它出值 然后再搭建这个SIMLINK的这个模块 那么每一个 我们都可以这个把它搭出来 然后再形成这个 形成把网络部分用这个.m的文件 然后用自定义模块搭出来 那么整个的展态的模型 都全部都是这个SIMLINK的模块 那么然后再设计它的参数和图子值 选择一个合适的这个算法 这个都是METALEVEL里面都有 然后再去用METALEVEL那些工具箱 去分析它的这个结果 那么我们这个也跟电磁展态仿针 也去对形的对比 效果也都还是能够吻合上的 包括这是对这个多台的这个风机 进行风电厂的这个仿针的这个验证 包括这一些对对它进行这个小扰动啊 这个展态稳定的这些仿针 那么最后的话 就是我们开发这个工具箱出来之后 首先这个工具箱就是它自己单独的 它也可以去用来做这个仿针 就是大家平时去做仿针 或者去做研究 要添加任何的这个模块都很方便 如果大家做实时仿针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程序灌到这个RTLEVEL里面去 当然我们也开发了这个 就是为了完善这个仿针平台 我们也开发了这个 就是为了完善这个海上风电的这个仿针平台 我们也开发了这个MMC的这个换流器 那么我们可以有多个的MMC换流器 把它组成这个实物 然后通过一些接口 跟这个RTLEVEL联系起来 那么这个也就可以构成一个半实物的这个仿针 相当于有这样的一些平台 那么另外我们还可以搞一些通讯的模块 对吧 跟这个联系起来 仿真这个前面的这个刚说的 这个信息物理高度融合的这种系统 那么它主要的这个流程就是根据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箱可以把它这个编译成这个C元 然后再下载这个RTLEVEL里面 然后再跟它这个控制器和硬件进行这个结合 好最后这个总结 那么主要就是提出了这个海上风电进行柔制并网 参与这个路上交流调频的两级协调控制 另一个在上一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这个海上风电并网的这个无通讯的这个调节控制 可以采用这个本地信号来对路上的这个直流电压进行估计 并重新设计那个这个转速恢复的曲线可以改善调频的效果 那么开发了基于Metalab Simlink的新型电力系统仿真工具箱 可以跟RTLEVEL进行交互 可以通过这个IO接口接入这个控制器硬件设备等 构成新型电力系统的办实物实施仿真的这个平台 我的汇报完毕 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谢谢姚博士 这个姚博士刚才这个 这个报告我在听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非常精彩 因为我做的东西就是也做批评控制 所以这里边有很多问题 真的非常想问 我也看到这个讨论区里边 有些人也问了一些问题 也是我想问的 这样呢我拿两个问题过来 那个请姚博士给解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您的报告里面 这次主要在讨论这个海上风电 但我们之前因为很多人在研究说 路上风电也要做那个调频啊 调压这些主动物控制 那您这路上和海上这个风电 它在做这个调频控制 或调压控制的时候 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好的 是一个一个的回答还是 就一个一个来吧 我希望你给您回答 对对对 好的 就是路上的话 我认为路上可能 路上的这些风电厂 它实际上它就是 主要就是通过这个直接并网 对吧 而且它还有就是说 现在路上有很多都是这个风火打捆 而海上的话 它目前的话 特别我这里研究的这个场景是远海的这个风电厂 它未来的话 一般的这个并网的模式的话 当超过一定的距离比较远的话 它并网的模式都是采用这个柔直或者这个直流电网 这个并网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海上风电的这个这个调频的话 那它的这个我觉得它的这个复杂的这个程度 会比这个路上的会要复杂一些 而且这个方式也会不太一样 因为主要是因为它的一个托幅 包括它的这一个并网的模式不一样导致的 所以我我这里重点是讲的 就是海上风电经这个柔性直流电网并网的 当然我自己也做过一些像这个路上的这一些 就是风电厂直接并网这样的一些 所以我今天但是没有去讲这个 谢谢老博士 另外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前面在讲这个频率控制的时候 提到有个二次跌落 就是特别风机这种 如果我如果支撑了 我的频率的话 那么后续总得有个颗粒比回来的 所以会产生一个频率的二次跌落问题 就是这个在很多那个文章里面 都讨论这个事情 但是我看了群里也有人在问 其实我一直也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就是二次跌落这个事情 只要它的偏移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 那么我们觉得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那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必须要把这个二次跌落这个事情 非要把它搞得很小呢 对我觉得你不是 你老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在这个 仿真的这个情况的时候 是发现了 有的时候 如果你风机控制不好的话 它的这个 就是那个二次频率的这个跌落 有可能会去就是去超过这个一次 所以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所以我们就是重点的就是去关注 就是希望能够在这里面就是尽量的去减小这个二次频率跌落的这个情况 当然就是说 是不是要严格完全把它拉平的话 我也 我认为的话可以在一些这个情况下 也并不一定就是说 只要满足工程实际的需求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 一个问题 就是您最后介绍的那个防征平台 那个防征工具箱 应该您的开发了应该有十多年了 我看最早的文章的话 应该是一二或者甚至更早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在相关的一些论文在发表 就是这个是有人问 就是说这个东西现在是否有个共享的版本 估计他们想通过您这儿 可能想去参与自己来参与到这个研究里面 不过我看到您这个软件因为可以和RTNAP结合嘛 所以如果要和RTNAP结合的话 估计这个可能就有点悬了 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我说的跟RTNAP结合 可能那不是必须的 就是可以单独运行 就是我可能时间关系没有把它讲太清楚 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 我只是说它跟RTNAP结合之后 它就可以进行实时仿真了 而且它还可以跟其他的一些设备进行这个 就是硬件再还的仿真 它不是说它就非得要跟它 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友好的 就是单独的 就是一个或者说它这个工具箱 我觉得本质上其实是一个 怎么样去仿真电力系统的一个 利用Metalab Simlink去仿真电力系统的一个框架 就是我就希望因为把它做的就是更开放一点之后 其实就是一个框架之后呢 大家在下面改的就比较方便 如果一个软件的话 它如果做的开放性不够的话 其实就自定义就很难 如果开放性够的话 它自定义肯定就就比较好 所以所以这个如果我这里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 简单的一些测试吧 对 好的 如果还有哪位朋友如果要是特别想用这个软件的话 可以直接联系邀博士这边 好 限于时间的关系呢 那那个其他的问题我们就在这里再讨论了 请姚博士先稍微休息一下 后面我们那个有了讨论环节的进一步探讨 再次感谢姚博士的精彩报道 好 谢谢您 好 谢谢 我们呢第三位嘉宾是来自基层电子股份优先公司 创新研究院的首席专家熊青博士 熊博士是基层电子新一代复杂大电网全电子战派纺织平台 是IESGTS的主研人员 长期从事高性能电子战派算法理论及其实现的研究工作 在大规模胶质流混连系统全电子战派纺织应用领域呢 具有丰富的经验 他的报告的题目是 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高性能电子战派纺织技术及其应用 有请姚博士 好 谢谢李老师 那么我就直写主题 废话不多说 我汇报的内容呢 是关于高性能电子战派纺织技术的 那么可以说在新型态电力系统的背景下 无论是产业界还是学术界 对于复杂大电网全产品化的一个样子 在后面介绍中 我都以GTS这样一个简称来 指代我们这个技术和产品 那么我先首先做一个总体的概述 提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典型的电子战派纺织程序呢 流程并不复杂 其本质上就是使用数值方法 主点的计算网络的状态 那么在这个流程图中可以看到 首先是在每个时步呢 对一个动态元件进行支路里展化 将由微分方程描述的这个支路关系 转化为一个电阻网络 然后再可以使用节点分析法 得到电阻网络的网络方程 那么当然所得到的这个网络方程 是一个高阶西疏的线线方程组 要求解这个方程组 就需要用到矩阵分解的算法 然后呢 再更新微分方程的状态变量 更新实步 然后循环重复这个过程 可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简单明了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看出电子展态计算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是由于电子展态 元件的数学描述比较精细 因而在模型理想化的时候呢 实现上比较复杂 比如频率相关的线路模型 都是由一组高阶的那个微分方程来组成的 那么典型的接受呢可能达到数百节 大的达到了数千节 这就使得这类模型的精确模型的计算开销非常之大 第二个呢 这电子展态模型的描述过程 都是基于损失波形描述的 所以必须采用比较小的计算步查 那么就属于一个典型的计算密集型的因果 第三方面来说 在电子展态仿真之中 由系统所形成的这个微分代数方程啊 它其中的微分方程组的占比非常之高 那么造成了状态变量的数量庞大 计算过程在每一个时步都需要对这种 大量的这个状态变量进行更新 所以也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 内存访问密集型的一个原因 这方面这三方面的一个特性就导致了 在大电网中使用电子展态仿真技术的时候 必然会遇到模型精度 计算效率 仿真规模 这三方面的瓶颈和矛盾 那么我们在这个电子展态仿真领域作为后来者 在围绕着大规模复杂电网的这个应用目标 一开始我们就采用了一个效率 叫做效率优先的一个架构设计的原则 构建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算法上 我们采用了先进的 十余大不长电子展态仿真算法 与传统的小不长电子展态算法相辅相成 也就实现了微秒级到毫秒级的 宽时间尺度的全电子展态仿真 而且还开发了高性 重新开发了高性能的这个底层网络修解器 以及高效稳定的电力元件模型 同时采用了高效 他采用了这个高效的并行技术 也就是基于矩阵分网的这样一个并行算法 实现了不依赖于传输线分网的这样一个并行技术 实现了全自动的并行 而且多线层并行的这个计算负载 平衡计算负载的平衡是非常好的 这样也就能够更好地发挥 现在计算机的这个软硬件的一个优势 通过这几方面的一个技术提升 我们所实现的电子展态这个技术的 在模型精度计算速度和仿真效率 这三个方面也取得了很不错的一个效果 那么下面呢 我就先从模型精度这个角度来开始介绍 然后说明我们在仿真速度和计算规模上面 所达到的一个计算能力 再通过几个实力验证来展示我们实际中应用的效果 最后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产品化设计 为了更好的说明咱们这个模型的精度水平 我们选择用PSCAD作为一个对比标准 因为PSCAD是当前业界这个电子展态 电子展态使用方面比较广泛的一个工具 而且它的这个电子展态模型的精度呢 也是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 首先我们来对比研究一下这个同步发电机的模型 这里测试的是同步发电机出口的三项金属性短路过程 对比了发电机的利次电流和定制电流 PSCAD采用了1微秒的计算不长 而我们的GTS采用了50微秒和500微秒 两种计算不长 可以看到在不同的计算不长条件下 二者的仿真结果是完全一致 再来看对发电机饱和特性的一个测试 模型就是简单的一个发电机带横主抗负荷的一个结构 那么发电机带饱和特性 横电利次电压 初始利次电流为0 PSCAD采用1微秒的计算不长 在计算起始后 利次电流逐步的上升 然后到了8秒钟的时候 进入一个饱和状态 在15秒的时候 进行一个感应性负荷的投入过程 展态过程 那么GTS呢 我们采用了1微秒 50微秒 500微秒 乃至5毫秒的计算不长 可以看到整个计算过程与PSCAD的1微秒的计算过程是高度吻合的 那么当然在这个投切 感性负荷的这个展态过程 你采用较大的不长会略微损失一些展态细节 但准确度依然很高 早期的电子展态程序呢 主要是用于这个线路过电压 以及绝缘配合等方面的研究 因此呢 对于发电机特性的准确模拟 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考虑到要将电子展态 运用于大系统的动态特性的仿证分析的时候 发电机特性的准确模拟呢 就显得格外重要 那么GTS平台 不仅能够支持这个精确的发电机模型的模拟 而且还能对发电机模型进行一个 毫秒级的这种大不长的仿证 那么这对于发电机模型的数值稳定性 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一方面可以说 我们的发电机模型 具备了一个很突出的优势 下面我们来看传输线模型 传输线模型主要包括 架空线和地下电缆这两大类 传输线模型一直是 电子展态类产品中的核心模型 它的仿证的准确性 直接关系到一个电子展态产品的准确性 产品它的性能 那么在当前的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的仿真 研究这个背景下 由于各种直流 新能源等电力电子设备的广告应用 那么更加需要在模拟这个传输线 在宽屏范围内的动态特性 就是更进一步提高了传输线模型的重要性 这里测试的是三项架工线的一个开路测试 和一个短路测试 那么测试过程很简单 开路测试就是受断这边悬空 在一项导线上施加一个直流电压 然后测量受断的一个电压过程 短路测试就是受断全部短路 冲击一个直流电压 然后测量导线空电流 那么这个图形展现了 这个加工线的一个塔形结构是一图 P-SKAD和GTS呢 我们都采用了1微秒的防征不长 那么首先来看这个开路测试的防征模型 可以看到传输线的A项电压和B项电压 与P-SKAD1微秒的防征结果是完全吻合的 那么看看短路电流测试整体波形 A项电流的短路电流上升过程 以及B项感应的这个电流的变化过程 也是完全吻合的 那么我们把这一短路电流 开始上升的这个初始的波形 把它放大 看它的波形细节 这个过程可以看到在初始短路的时候 由行波反射会造成一个阶梯波的展开过程 那么这样一个细节的展开过程 我们都能够与这个P-SKAD1微秒的防征结果完全吻合 下面来看是三根两层地下电缆的一个开路测试和短路测试 那么测试过程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在电缆中的除了新线电流和新线电压 还要看它的频密层的电压和电压 同样在开路测试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新线电压和频密层电压 P-SKAD1微秒的这个防征结果是完全吻合的 在短路测试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新线层的短路电流 以及频密层的感应短路电流 也都是完全吻合 放大它的这个短路初始阶段 可以看到它的阶梯波展开过程 吻合的非常好 下面再来看管装地下电缆模型 那么管装地下电缆呢 由于它的这个套管内的这个 电缆呢 它不是与套管同轴对称 所以造成了在不同电流密度情况下 这个三项电缆的电磁场的分布 它是非常复杂的 这就使得管装地下电缆的这个 参数计算模型实现就是比较困难 那么我们呢 应该是说是作为少数级的 能够实现管装地下电缆的那个厂家之一 对于管装地下电缆的这个模型 同样做了一个开路测试和短路测试 那么开路测试 我们看了A项新线电压 异项新线电压 以及这个管壁的一个电压 没看到 与PZCAD的这个结果是补合的非常好 那么短路测试的整体 短路电流波形 以及这个短路初始时刻的这个 GT波展开过程的这个细节波形 也都是补合的非常好 那么通过上述这些传输线的详细对比测试 可以说 咱们这个GTS 传输线的模型呢 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 是目前世界上最为优秀的线路模型之一 这一个对比测试呢 主要是看这个变压器的保护过程 那么相对就比较简单 那么可以看到在PZCAD和GTS 这两种平台上 我们分别采用了10微秒计算的不少 分别观测它的意思电流 可以看到无论是整体波形 还是保护特性的细节波形 二者的吻合度都是非常高的 下面来看看电力电子的这个仿证精度问题 这是一个10电瓶的MMC换料器 那么每个这个换料器的每一个这个模块呢 咱们都是用分类元件搭建起来的 没有采用这个等效模型 那么仿证运行到0.6秒的时候呢 施加一个直流电压的接约指令 那么分别来对比PZCAD和GTS 在10微秒仿证过程中的这个电压模型 分别是这个直流电压 和上桥币 背向上桥币第一个模块的电容电压 那么从整体上来看 可以看到这个直流电压和PZCAD 不是稳合的非常好 把这个电压波形放大 看它的波形细节 也可以看到正极直流电压 以及电容电压这样一个波动过程的细节 也都是高度稳合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电力电子的模型 建立是非常准确的 同时要值得说出指明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对电力电子这个求解算法 也进行了一个优化 使得计算效率更高 那么相对于优化前 咱们这个实电屏的这样一个电力电子 电电子变流器的一个计算速度 咱们可以是提高10倍的 当电力电子 当MMC这个模块电屏数越多 电力电子的元件数量更大的时候 这种加速效果将更为明显 最后来看一下双块风机 那么当然是一个简单的典型双块风机模型 那么左边这边展示呢 是在GTS图形化平台里面构建的一个双块风机的模型 那么其中蓝色的这一部分是双块风机的控制系统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控制系统呢 就是使用了我们所开发的叫做用户自定义模型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这个模型的自定义功能呢 也就是可以解决刚才姚老师所提出的那一个问题 就是传统电子展态模型 它的自定义模型开发比较困难的这一部分痛点 我们在这个自定义模型开发的这样一个设计上 是尽量简化了电子展态模型的这种动态元件的 一二次系统这样开发的一个复杂度 那么它是有一个城市化的模块化的开发过程 不仅能够实现这种搭机木式的 或者像说是像M语言那种 可以调用内核的一些固定元件的算法 固定元件模型通过程序化的语言 去灵活的实现一个搭机木的过程 也可以把你的原生控制代码直接封装进去 那么这个就是说实现上面就非常灵末 那么我们这一块呢 是通过那种像类似于M语言那种搭机木的方式 实现了一个二次控制器 那么与Simulink呢做了一个对比 Simulink的这个风机模型做了一个对比 二则采用都是两微秒的一个计算过程 模拟了风机的一个启动过程 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国际的模型度是非常高的 那么有了这个仿真模型的这样一个精度 作为基础 那么才能够去谈你的这个做大电网仿真的 一个效率和规模的问题 那么下面就来看一看 我们在大电网仿真的速度和规模上面 所取得的进程 首先来看一看这个大电网的这个高精度的 模型转换和初始化 那么在GTS平台可以直接由 机电数据自动转换为大电网的全电子模型 并且实现潮流的准确初始化 比如呢这里是对于一个3200个上向节点的交流系统 包含3500条之路 约120台发电机 通过机电数据自动转换为电池模型以后 咱们对比它的潮流稳态 并且筛选出误差最大的前10个节点 来看它的电压斧值和向角的一个误差 那么由这个误差结果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初始化的精度是相当之高 之后就为大电网的全电子转换认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那么还是一个同样的这个模型 我们来看一看咱们的计算效率可以达到什么水平 对这样同样一个这个3200个三小节点的模型 我们采用不同的计算不长 采用不同的并行线程数 对它进行一个30秒的一个访问过程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可以达到超时时的一个访问效果 那么这些黑色的数字就是达到了超时时访问效果的这样一些组合情况 那么在最快的情况下 比如5毫秒的访问过程和12线程的并行线程数的时候 咱们可以在两秒之内就完成这样一个 省级等效电网的 等值电网的一个30秒的方式 这已经达到了超时时的比较 比较大的预度的一个超时时访问 那么更进一步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对于一个12000个三小节点 7000多条之路 9000多台发电机 约1700台同步发电机的这样一个系统 咱们的这个加速比的效果 那么在这个模型中呢 我们发电机全部在调节系统 包括历史条数和PSS 那么仿真不长 我们采用50微秒的典型电视材分仿不长 线路模型 我们分别采用派模型和被接融模型 两种模式 那么谈到加速比 那么我们一定要谈我们以什么作为基础 咱们这个地方谈加速比 我们是自己和自己比 就是后面并行以后 你的加速的那个时间 就是拿你单线程的这个耗时 和你这个多线程 加速以后的耗时做比 这样可以获得你的这个加速倍数 那么我们的基础就是我们单线程的这个加速 单线程的耗时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万节点击的这个电网呢 我们采用单线程 50微秒的计算不长 仿正10秒 派线的模型呢 大概需要2134秒 那么背接融线的模型 耗时大概是2256秒 那么我们在这个图表中可以看到 横轴随着这个并行线程数的不断增加 咱们这个加速比是逐步上升 在30个线程左右 32个线程左右 可以达到20倍的加速比 那么整个这个加速比的上升过程呢 那个线性度是非常好的 这就表明了咱们这个并行效果 就是一个优良的并行性能的一种表现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超大规模电网的防征能力 这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提供的这个虚拟超大规模电网 它包含很多算力 我们选择了其中的1万个三项节点 2万5千个三项节点和7万个三项节点 三种都有 那么其中呢 这个7万个三项节点 它包含了7万1300多条交流线路 1万多台两绕组变压器 2000多台三绕组变压器 以及5859个电源 咱们电源采用全部采用电压源的模式 那么线路呢 采用背键的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些这个超大规模电网仿征的时候 我们是全量所输出 也就是在每一个节点 我们均配置了电压斧质和向位的测量元件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测量的规模 是节点规模的两倍 采用50微秒的计算不长 仿真10秒 并且测试在不同线程这个数量下 它的绝对耗时是多少 那么统计这个结果如这个表所使 这个横定呢 就表示是1万个三项 1万个那个节点三项系统 2万5千个的 就是7万个的 它的三项节点数 重则表示我们采用了 一个一个线程 单线程 5个线程 10个线程 20个线程 30个线程 可以看到一个线程的时候 它的仿真速度是比较低的 比较慢的 那么随着这个线程数的增加 它的仿真效率显著提高 仿真耗时 那个明显相低 那么比如像三项线程的时候 1万个节点大概就是 54秒可以完成 2万5千个节点 也就是2分 3分钟左右吧 3分钟不到 那么对于7万个三项节点 这样一个系统的话 50微秒的仿真 10秒钟大概只要 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那么我们将这样一个仿真结果 把它展现成这样一个图 这样一个曲线图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横轴作为这个电网的规模 重轴作为它的仿真绝对耗时 我们来看随着电网规模足够增大 这个咱们这个平台仿真耗时的一个增长情况 可以看到随着电网规模的成倍的增大的 这个过程中 咱们的仿真耗时是一个线性增大的过程 没有出现这种仿真耗时突增的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说明咱们这个仿真的这个耗时的增长的线性度 是非常好 那么这个仿真的全减值仿真这种性能 是非常优异的 也非常有价值 可以说在对在我们在这个对新型大 大规模的新型电力系统的这个认知的时候 咱们这种大规模仿真能力 是能够提供一个非常有利的工具 那么基于我们这个有大不长和小不长的电子产 它计算能力 以及这种超大规模的高性能全电子仿真的效果 我们就可以支持 在空间上实现多数率的这个全电子仿真 也就在空间上把一个电网划分成不同的直网 每一个直网呢 采用不同的这个仿真不长 比如说我的这个外部系统呢 或者我们点心的交流系统 我们开始采用50微秒以上 那么对于含有直流新能源 以及电力电子的设备呢 我们可以采用1到50微秒这样一个 小的仿真不长去做 那么对于更更局部的小的系统 比如要进行累积过电压的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用到1微秒以下的这样一个计算不长 进行这些 那么在有这样一个计算能力以后 我们看看在实力验证中所取得的一些效果 那么这个实力验证呢 还是这个万节电机的这样一个交流系统 我们来谈交直流系统一个管理系统的保证 那么万节点级的一个交流系统 他接种了十几回的一个直流 那么对他做了一个交流系统的故障 那么看一看这典型的三回直流的一个 故障或者一个响应 那么这边呢是交流系统的一个故障响应固程 那么这是展现一个 交直流火灵系统的一个 理性仿真的一个固程 那么这个呢就是针对一个省级电网 他对他10千幅以上的交流系统 进行了全电子展开建模 他约包含了9500个三项节点 对这个交流系统我们做故障 故障仿真 并且与故障路波的实际波形进行对比 那么蓝色的波形呢就是实际的故障路波 红色的波形呢就是我们的仿真波形 可以看到 我就选取了两种典型的一个故障波形 可以看到我们与实际的路波 是高度融合的 这个说明咱们整个大电网的一个转换 初始化 这个拓骨建模这一块是做的非常好 这个呢是一个 呃也是万节点提及的交直流火灵系统 做了一个交流故障 那个直流直流的一个故障响应的一个故障 那么我们也是与实际的这个故障路波在进行对比 比如这个无论是换流母线的电压路波 这个是我们仿真结果的那个损失波形的结果 那么这直流系统的故障路波的结果 这是我们仿真的直流系统中的那个仿真波形 可以看到与实际的路波也是高度融合的 那么在实际应用中通过我们这种高性能的 这种全电视短代表大王仿真 咱们取得的效果可以不错 最后呢我来简要介绍一下这个 那么产品的一个产品化设计 那么这个图呢是我们现在呃完成的这样一个 产品的形态 那么这个机箱就是我们这个 TTS平台 它还是采用的传统的X86的一个那个 架构设计 主要是考虑到能够更加充分的应用 现在当前主流的这样一个 那计算机性能进步所带来的一个 那个硬件升级的恒命 那么在这个图形里面 我们看到同时呢 还有一个这个 iO端口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 嗯 仿真波形的这个故障路波 可以进行一个小信号的输出 那么输出到外部的装置上去 那么这里我们使用一个试播器 把它接上去 那么就把里面这个仿真波形的输出出来 在试播前面进去查看 那么右边呢 这边是一个人机界面的一个操作 操作界面的一个实例 它展示了比如像我们大网啊 可以自动接下来进行大网的迫不成途 这边呢 展示了一个文本的边境界面 咱们是文本界面和图形界面 相结合的一种方式 被互相检索啊 被批量处理的这些功能 这下面呢 是海量波形的一个浏览 就像我刚才前面所讲的 我们每天上七万个三项 那个七万个三项节点在交流器上 怎么每个每一个节点都输出 波形的时候 海量的这个数据量 一般的波形浏览其实无法承受了 或者是开发了 专门开发了一个海量波形的一个浏览 那么最后做个总结 GTS平台呢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采用了 这个效率优先的一个设计思想 那么以大规模 以及超大规模复杂电网的 全电子展览仿真为应用目标 在算法 模型 网络求解气阵多个层面 进行了深度的改造 改进这个和优化 有效的提升了传统电子展览 仿真技术的这个性能评定 第二点呢 所开发的这样一个GTS电子展览仿真平台 它可以在保证良好的仿真精度的前提下 达到超时时的一个仿真效果 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大电网的仿真应用呢 第三点就是我们能够从GTS展览数据 快速生成大电网的全电子展览模型 并且能够实现高精度的超流数据化 同时我们是一个集约化的软件平台 采用统一的这个计算模型 也就是我们的仿真模型 不管你是大不长小不长 它都是统一的模型 模型参数后也可以不用变换 你可以自由的切换不长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适应多种应用场景 比如说像离线的这种 故障教合啊 方式计算这样一个仿真 比如在线的就是我们可以从 调度监控系统里面去潮流断面 对在线数据进行一个真正变化 可以进行一个在线的一个 潮流教验啊 故障分析 那么同时因为我们具有很 高预度的那个超时时仿真的能力 那么对于超线预测这样一些技术的应用啊 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最后呢 咱们这个GTS平台也考虑了这个开放式的接口 可以与其他的这个电子产品平台 进行一个联合保障 那么在应用中呢就具备更高的活动 可以有效的使用现有的这样一些 其他电子产品平台的这个数据支援 以上呢就是我的一个汇报的全部内容 谢谢各位专家的联听 谢谢熊博士的精彩报告 这个我们这含大规模电子电子设备 我们这种全电磁的仿真工具 这个开发应该说产品如果做出来的话 应该是我们所有研究软件的研究 都是可以使用的 这个而且这个软件开发肯定是工作量极其繁重 熊博士站在这个研发这个亲历者角度 给我们介绍的机繁电子 所开发的这一款高性能的电雄 刚才访问软件它的功能特点 还有就是但是呢 因为这个PPT里面 因为对这个技术部分的细节 可能讲的少一点 所以刚才那个在群里的 有人在提问问题的时候 可能更评论于技术一些 这里又挑两个问题 然后问一下那个熊博士 请熊博士给做一个解答 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提到这个 我们这个软件是可以做GTS 可以做不同的不长的联合仿真的 比如说一个局部 一个大电网呢 我可以做不长比较大 达到毫秒级 那么部分需要精细模拟的地方呢 我可以做到微秒级 那么这种不同的不长的仿真 感觉起来会不会挺像 我们的机电电磁缓和仿真 比如说比如说我在那个联合仿真的时候 那个大系统的毫秒级仿真 是否可能就是一种像电磁 机电上看那样子的 这个请您做一个解答 好的好的好的 那么可能在是在PPT的开头那一部分呢 我讲的比较快一点 就是说我们这个GTS平台 实际上是内含了两种计算引擎 是一个全电磁的大不长的 全电磁仿真引擎和小不长的仿真引擎 那么所谓做到了数百微秒到毫秒级的这个仿真 它还是全电磁的一个仿真过程 那么至于这个大不长的全电磁仿真技术呢 是我们之前研究的一个技术 技术那个路线 选择了一条技术路径 那么我在PPT里面也给出了相关的这个参考文献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就看看文献 我们进行一个交流 那么想到这里要说的就是呢 这个我们实现的并不是一个机电电磁 混合仿真的这样一个思路 我们实现的是不同计算 不同全电磁计算不长的一个 混合不长的全电磁展态仿真 那么因为我们是大不长是大不长电磁展态 小不长是小不长电磁展态 两者的电磁展态的基础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接口上呢 没有理论上的缺陷 所以接口的实现也相对比较容易 那么这一点呢 从通过这种技术 所以我才说后面我们能够 有了这种平台的话 才能做到空间上的这个多数率的一个仿真的效果 好 谢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在那个报告中提到 就是可以把我们的一些故障录播的数据拿过来 然后加入到我们这个仿真工具里面去 那这个故障录播器是 这个数据是怎么处理的呢 就是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 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 就是故障录播不是从外部拿到的 就是我们的仿真的那个故障仿真结果 就是我们的仿真结果把它那个拿出来 对 我仿真完了以后 我存出来这些仿真的这个故障接故障波形 我可以把它通过IO接口进行一个输出 然后再接到外面设备上去 那么可以做一些开环的一个仿真 目前是可以做到那个开环的一些这个测试 或者开环输出 那这个输出的结果 我们有没有一些跟现场实际数据的一种测试的对比呢 就是实际上它这个数据结果 就和你仿真的结果的波形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回到我刚才PPT里面最后一页就是说 我仿真的那个里面的波形是什么 它只是通过一个那个数模爪换 完成了一个物理通道的一个输出而已 那么至于这个波形的精确度 还是取决于你在仿真平台上 做的那个故障仿真的那个精确度 它的那个精确度 那么故障仿真我在应用应用环节那个也介绍了 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现场鲁波的一个对比 我只是截取了少部分的这个算力放在那个地方 如果在我离线仿真这一块 能够做到精确的对比的话 精确的仿真结果与实际路波 做到比较好路混合的方法下 那么你输出的波形跟它是一模一样的 那也就是实现了这样一个 与实际路波比较切近的这样一个故障波形的 你输出 好 谢谢熊博士 非常感谢熊博士的这个演讲 然后这个时间 同样时间关系 我们就其他的一些问题 我们就现在先不讨论了 那么请熊博士先稍微休息 后面原则的讨论环节呢 我们再进一步的交流 我们第四位报告嘉宾是 商务大学教授叶华博士 叶博士是七路新年学者 电网智能化调度与控制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常副主任 RchipoE PES锦南分会的秘书长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 大电网安全稳定性分析与控制 柔性直流电网的运行与控制 那么叶博士的报告题目是 大规模实质电力系统 整档分析与控制关键技术 有请叶博士 叶博士那个麦克风可能没开 这个还是没有看到麦克风的声音 现在能听见吗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 好 请继续 现在出了点问题 谢谢您老师介绍 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 各位现场同仁 晚上好 我是山东大学电影工程学院的叶华 我的演讲题目是 大规模实质电力系统 震荡分析与控制关键技术 背景是现代电力系统是典型的实质电力系统 那么实质效益普遍存在信号采集 控制器执行机构以及信息通信的各环节里面 那么比如说调整系统以及GWAMS的广义总的控制系统都存在一定的实质 以及我们的MMC的直流书电的控制电路里面都存在比较小的延时 对我们的稳定分析和控制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所以说我国的交流交正的电网的规模不单扩大 以及区域电网联用方式发生改变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西南电网 还有我们的云南电网由交流同步 变为BQB亿部联网方式 以及广于同一部测量技术广播应用 比如说我们在南网建成了 我国第一个广于总的控制系统 那么与实质相关的多内性事故频发 给我们系统安全在那招大的危害 那么实质降低到我们系统稳定性 对我们正当的发生发展和意志 实际上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那么本报告主要是集中于这种广域 基于广域总的控制系统的 你们的实质 广域总的控制系统是典型的信息物理系统 那么美国的电科院 针对不同的WAMS通信方式 测试结果表明 广域通信实质最高的实质 达到了460毫秒 那么这个右图可以看见 横坐标是实质 中坐标是测试的过程中 我实质出现次数 那么广域通信实质的严重影响系统 移植系统区间低频震荡的 广域总控制性能 因为这个广域 区间低频震荡的模式 它是0.1到1赫兹 那么它的周期是1秒钟 那么如果交大的 这个通信实质 对我们这个 区间震荡模式的 移植区间震荡模式的 广域总控制性能 有交代的影响 比如说2008年 南网的广域总控制系统 实质就引发了5.5赫兹的高频震荡 那么在评语里面 实质可以见过如下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一阶惯性环节 就是我们常见的 第二个就是一个纯岩石 那么研究表明 利用我们的惯性环节 实际上只能 对我们交小的实质 具有交好的理合作用 但是与惯性环节相比 我们纯岩石是一个指数形式 1的-ST 这个-4 那么它是不便宜处理的 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在实际中用的是 1的-ST 是用的派的近似 用个由理多项式 对我们这个纯岩石环节进行 离合 那么这和关系环节相类似 派的近似 使用于小实质和低频的情况 那么对一阶关系环节来讲 对于小于50方秒 小于两赫兹的 这个情况比较适合 对派的近似 小于150毫秒 5毫子以下 就是铝合的精度比较高 那么超出这个范围的话 它的相位偏差是比较大的 因此在我们的评议中 仍然缺乏高效的 准确的 首先要保证准确 第二个 还有是比较高效 而且适用于大规模电力系统的 摊植的计算的 考虑实质影响 大规模电力系统摊植计算方法 工具和方法 那么呢 我们这近几年 近五年的工作 主要是开展了 基于吞植大规模 实质电力系统震荡分析和控制的研究 那么考虑实质影响的 电力系统的 模型呢 就是如同所示 那么这是 假如是一个电力系统 还有M减一个实质 这是开反系统 那么当我电M广义通空气引入以后呢 它既有反规是 tau fm也有的控制是 tau cm c是控制 f的feedback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并环系统 我要进行这个基于特征值的 大规模实质电力系统震荡分析控制呢 存在这样一些难点 第一个 实质的个数比较多 那实质个数多的话呢 那么它的实质变量就比较多 那么我们怎样进行呢 一个比较好的 低复杂度的一个建模 建模方法 第二个呢 我们刚才讲了有 惯性环节 还有派利坚斯呢 对我们这个进度呢 它是在满足音乐进度情况下 它是有个适应范围的 那么我们希望呢 还希望呢 能够在交大范围内进行直接的 精确的求解系统特征值 这是精确求解 第三个呢 就我们在大规模电视系统里面 怎么提高我们的特征值的计算效率 第四个呢 是基于特征值呢 计算特征值以后 怎样进行广义所中空气设计 针对这些问题呢 我们我近几年呢 从这样几个角度 第一个是建模 第二个呢 它是吞值的准确计算理论 第三个呢 吞值的高效计算算法 第四个呢 是开发了一些软件 第五个呢 是基于吞值的进行的控制器设计 这样五个方面开展研究 下面呢 分别介绍一下 第一个 实质电力系统的低复杂度建模方法 那么实质电力系统里面呢 就实质个数实质的 或者是呢 也对应的实质变量的总数呢 影响着我们吞值计算的一个 小干人我们分析的计算量 或者吞值计算量 那么如何减少我们实质个数呢 降低我们系统的复杂度呢 因为从这个 这是系统的状态方程 那么实质的个数 那么就对应着我们实际上 我们系统的这个矩阵的一个个数 实质个数越少呢 我们这个AI的个数越少 所以我本文的解决思络 实际上是我们推导一下呢 我们定义了一个特征多样式 特征多样式 Data 那么我们可以推导呢 对于DM控制回路里面 对于DM控制回路来讲的话呢 它的反馈实质和控制实质呢 基因这个特征多样式呢 实际上可以满足一个什么条件呢 实际上跟我们的TAR-FM和TAR-CM呢 直合呢是相等的 也就是说呢 我只要保证我的反馈实质和控制实质 加起来不变 那么呢 我们的系统的特征方程是不变的 因此呢 基于这个思路 我们提出一个实质合并定理 那么皆是呢 将我们同一个控制回路里面的所有实质呢 可以合并为一个综合实质的 实质合并性质 也就是说呢 我可以将我们这个回路 刚才说的 这个一个是反馈实质 TAR-FM Feedback Delay 和一个控制实质 Ctrl-Delay 那么可以合并成 我可以呢 将反馈实质呢 和控制实质合并 合成一个新的 实质 TAR-CM 加上TAR-FM 或者呢 将我的控制实质呢 放在这边 放在我们控制实质 反馈实质里面 也是实质呢 进行相加 因为从这个 我们可以严格的推导呢 你实际上在 在这个合并前后啊 系统的特征多样式呢 实际上只和我们的 TAR-FM 加上TAR-CM 有关系 所以只要我这个 总的实质不变 TAR-M 等于TAR-FM 加上TAR-CM 不变的话呢 我的特征方式不变 特征方式不变 那么系统的特性 是不变的 那么实际上 这也隐含着 什么呢 实际上 实质合并定点 也隐含着 背后隐含着 这样一个道理 或者一个特性 那么特征值呢 对于同一个控制回动里面的 实质的灵敏度 是相同的 这个特征值 对我们的反馈实质 和对我们的 对我们的控制实质 或者对我们总实质 它的特征 灵敏度是一样的 因为灵敏度一样 所以你把这个 反馈实质和控制 无论放在哪一侧呢 都是相同的 第二个呢 是基于部分离散化的 部分普离散化的特征值 计算理论与方法 那么问题是这样的 那么这是我们考虑 通信实质以后 或者实质以后 系统的特征方程 它在我们传统 电力性的特征方程里面 加上有一项呢 是这个实质项 那么由于含有指数实质项 这一项是实质引入的 那么它是一个指数 那么特征方程呢 是一个超越方程 无法直接求解 因此呢 难以实现 我们实质电力系统 稳定性在我们频率的 准确和高效分析 那么我们思路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将引入了 两个蒜子 两个蒜子是一个 泛海蒜子 一个是叫无形 叫深深源 一个是解蒜子 将我们的电力系统的特征值呢 转化两个蒜子的 或者两个蒜子的特征值 但是这个蒜子是无穷围的 那么我们必须 我们无穷围都是没法 直接进行求解的 我们用一系列的数值方法 比如能够扩大法 线意多部法 或者微谱等等 再进行理散化 转化成一个 有线围的矩阵 那么我们通过求解 这个有线围的矩阵呢 就可以得到我们 原电力系统的高度 它认识的高度近似解 因此呢 我们提出了两类方法 第一类呢 是什么呢 基于无穷小生成元 理散化的 它认识计算方法 它认识方法 是一个叫 Infinite Tassimo Generator Discrutization 我们简称为IGD 另外一个呢 是解算子的理散化 它认识计算方法 就是Solution Operator Discrutization SOD 我后面用这两个简写 那么最终呢 实际上我们将这个 电力系统特征值 电力系统特征值 从这个最下面可以看出呢 随着我们 普算子的引入 引入这两个算子 TH和A 那么我们系统的特征值呢 会变成了什么呢 就是Dumbdown 也和我们两个算子 A或者TH特征值呢 发生一定的联系 那么进行进一步理散化呢 我们就可以从系统的 理散化就是AN 下面N呢 是表示理散化 前面没有加N呢 就是表示原始特征值 理散化呢 就可以从理散化 基础里面得到 系统特征值的一个估计值 那么这是 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工作 后来呢 我们就发现了 我们就发现了 实际上呢 我们电力系统呢 大部分的状态变量呢 它是没有实质 就是说 大部分是没有实质的 只有少量的变量 它具有实质延迟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发现 只需要对少量的实质变量进行理散化呢 就实际上也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结果 因此呢 提出了基于部分理散化的特征值理散化 也就是只对这一部分 很少一部分 它变量的进行理散化 从而呢 将我们理散化矩阵的为数呢 降低到与系统状态变量同数量级 也就是说呢 这个我们刚才实际上 理散化矩阵的为数实际上 之前是非常高的 那么通过这个部分理散化呢 可以将这为数 降低到与系统真正的状态变量呢 个数呢 是几乎相同 从而显著的提高我们算计的进行效率 我们 由于时间观点 这个原理我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我们通过对比发现呢 原来的普理散化矩阵呢 它的为数呢 是N 比如说是N加上1倍的N 也就是说是 真正的系统状态变量的N加1倍 N呢可能等于20或者到50 也就是说是原的 真正的系统的状态变量呢 20到50倍 那么经过我们部分普理散化呢 我们可以将变成什么呢 N加上NN2 N2是什么呢 是真正的实质变量个数 那么这个NN2约等于N 实际上最终呢 我们将这个为数比啊 就是说我们部分普理散化 实现的我们将我们这个部分 普理散化矩阵的为数呢 降低N加1倍 矩阵为数降低到 那所以它的特征 特征变量效率呢 也大大提升 我们一共的提出了 我们尝试的不同的方法呢 对我们的两种算子呢 进行理散化 提出了七种算法 那分别是什么呢 对于我们的IGD IGD就是 无准小生人源 我们通过什么呢 一个是可以通过这个 微谱离散化 算法一算法二 还可以通过呢 线性脱步法 可以通过呢 引试农格扩大法进行的 离散化 那么最终呢 通过深入的数值对比呢 我们发现效率来讲的话 实际上 PEIGD是最高的 然后呢 是LMS PEIGD INMS 大概就是那个 IGD 最后还有一个是 农格扩大法是最慢的 从精度来讲的话呢 实际上是 就是微谱离散化 和农格扩大法是 是比较高的 那么INMS呢 因为它是多步法 它的进度是最低的 那么 总体上来看呢 就是PEIGD 就是通过用微谱 第一种方法 用微谱离散化呢 它的性能是最好的 具有普进度 对解散子离散化 SOD来讲 我们提出了三种方法 一个是微谱 PS SIDO SPECTRAL 还有呢 线性多步法 还有农格扩大法 也进行了 深入的比较 那么从效率来讲的话 INMS呢 实际上是最快的 因为它是多步法 所谓的矩阵呢 它是一个 具有特殊结构 接着是呢 微谱离散化 最后呢 是农格扩大法 从精度来讲的话 当步法的 精度比多步法 精度要好一些 是微谱和 农格扩大法 比INMS要好 总体来讲的话呢 是SOD的 PS 就微谱离散化的 这个性能是最好的 这是解决的准确算 第三个问题呢 实际上是 解决 我这个刚才 能够准确计算的 这种算法 在大规模电子系统上 应用 它的高效求解的问题 高效求解的问题 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两个难解 第一个是 部分普提单化的 这个特征值啊 在我们 在副平面上 密集分布 那么密集分布 导致呢 特征值计算的 收敛速度慢 甚至不收敛 第二个呢 部分普提单化的 矩阵呢 是一个稠密症 我们实际上 需要保留系统 状态矩阵呢 它的吸收特性 那么怎么 来降低 力存需求量 和提高计算效率 对呢 我们解决思路是什么 第一个是 提出了预处理技术 将我们这个 密集分布 改变为一个 吸收分布 第二个呢 是利用 吸收计算技术 将稠密的部分 部分普提单化 矩阵的 转发成吸收计算 充分 利用系统 状态矩阵的 吸收特性 有这样 有三种关键技术 第一个预处理 那么 针对我们的 IGD那些算法 提出了一个 位移力变换 这跟我们传统的 无视间的系统 有点类似 第二类呢 实际上是 针对SOD 那些算法 就解散 提出一个 旋转放大预处理 这是我们提出来的 通过这两种 预处理技术呢 我们可以改善 特性分布的 吸收程度 提高了 特性收断速度 第二个呢 第二个 第三个呢 实际上是 分别针对这个 我们的部分 普提单化矩阵 它是一个稠密症 我们要 怎么把它改 改变为 吸收矩阵 那么 提出呢 科尔雷格基变换 那么将我们 稠密的算子 利单化矩阵 转向吸收矩阵 进一步呢 利用我们 科尔雷格基的 性质呢 提高了我们 科尔雷格基 与我们相当成 的一个效率 最后呢 既然是 吸收矩阵 我们可以用 吸出特性质 计算技术 利用了 掩饰冲击一动 只计算了 一种以后 系统的 模值最大的 也因为 我不要求 计算系统 全部的 对大规模电信 全部吞值 只需要计算了 最右侧的 能够决定 系统稳定性的 这一部分吞值 从而呢 提高了计算效率 这个呢 图呢 实际上是 位移力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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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我要计算这个 这个点 这个点是S点 附近的这一组吞值 虚线框以内的吞值的话呢 我们利用这个 位移力变换 Landa-S分之一 就可以将这个 部分吞值 转回什么呢 转回成这个 这个 这个蓝色的 变化成什么 变化成这个 单元之外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 利用影视 重启动的 尔劳力算法 计算出 模式最大的一组吞值 这是位移力变换 那么这是 一个计算结果 我们可以 比如说 我们选择 三个特设系统 第一个是 68界点系统 那么我要计算什么呢 计算 两个一点 一个是G7 一个是G10 计算 它这个 两个一点附近的 各计算 十个吞值 那么这个 每个半 实际上是一个圆 右侧英文 它没有吞值 我没画出来 这个圆里面 就有十个吞值 扫描 那么我们还可以测试在华北华中特个家电网里面总有330028个节点 那么状态变量是8万阶 那么每一个位移点 我选择三个位移点 一个是678 G6 G7 G8 分别对于系统的震荡频率是1.6除以6.28 就是 关注的是区间震荡模式 每个位移点 算50个吞值 从每个圆里面是50个吞值 可以看出来的 用的是IGD算法 实际上是IGD算法的准确度非常高的 第二 另外一种预处的方法是旋转放大预处理 旋转放大预处理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要关注徐主附近的阻力比最小的 比如说阴影部分这个面积 棕色阴影部分的面积 面积里面的吞值 那么我可以将这部分吞值 转换为单位圆之外的 映射到第三个图里面 单位圆之外 棕色的圆部分吞值 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 可以利用影视重启动的奥大利算法 可以求解 从模值由大到小 一个依次的把这个吞值求解出来 从而通过这两种技术 实际上都是增加的 本质上都是增加的吞值的 分布的习出性 加快的吞值就算是收链速度 这是一个测试结果 这删量链网 假如说我是用的 就是PS算法 SOD PS算法 而且算的是什么 100个吞值 那么这100个吞值分布在什么呢 这个斜线AB 这个AB是什么就是我要求的等组林比线 就是应该是5%左右 那么计算了我这100个吞值都位于我的右侧 另外还跟IGD 刚才不是说有一个选择位移 位移点算吞值什么方法 对不对 我选了一个G7和G13 那么G7和G13分别计算了50个吞值 分别位于这两个元里面 可以看出来 实际上我这个SOD算法 我可以一次性计算出这个全部吞值 当我增加什么 当我对于我们这个SOD PS算法 当我要求计算吞值 从100个增加120个呢 它有什么优点呢 那么这120个呢 它是一次得到的 所以刚才是100个吞值 是位于这个AB右侧 那么新增加的要求的20个吞值呢 它位于我等组林比线这个左侧的 如果我要求越多 那么吞值的一次可以计算得到 因为我这个如果呢 我这个等我当我这个整组林比线 计算的最右侧的吞值呢 如果这个整组林比线超过0点的话 那我可以确定说 我可以计算得到系统右侧的 位于复平面右侧的全部吞值 那么我就可以进行判稳定 第四个点呢 是让我对于针对大规模电力系统呢 开发一个软件 那么和SSEP PEIGD 就是IGD算法 开发这个程序 然后呢集成到中国电科院的BPE的 电力系统分析软件中 能够计算考虑实质影响的 华北华中特価电网 那么这个电网总共有8万阶 80577阶维分方程 3万个节点 那么计算20个特侦值呢 只需要25秒钟 在普通PC机上 如果计算50个特侦值呢 大概是69秒钟 第五个呢 就是我们方面呢 就是利用我计算得到特侦值的 进行广义手中空气器的参数 最有整定 那么广义手中空气器参数的整定呢 它是一个需要求解一个非凸 非光滑 非性应优化问题 有两个问题 有两个难点的需要解决 第一个呢是什么呢 传统的方法呢 都是以所有特侦值的阻力比 最大化为目标 那么这个时候容易呢 产生一个模式遮蔽现象 无法得到最优解 但是我们还要详细介绍一下 第二个呢 就是实际上 基本上你这个目标函数里面 有最大最小 这样的函数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非光滑函数 那么在非光滑点呢 非光滑点数呢 不存在最速下降方向 这两个点 这两个难题需要解决 那么解决思路 第一个呢 我建立合理的数学模型 避免了模式遮蔽现象 第二个呢 我们计算了非光滑点数的最速下降方向 第一个呢 目标函数呢 是我改变了传统的 改变传统现有的 以所有模式阻尼比的最大化为目标 而改为什么呢 实际上改为我们的 实际上什么呢 一个出发点是这样的 广于阻重空气呢 实际上仅仅能够提升一个 或若干个目标 目标趋近震荡模式的阻尼 而并不是对所有震荡模式的阻尼比呢 都能够有控制效果 尤其对局部模式的可控性比较差 因此呢 我们仅仅对这个广于阻尼控制器 它密切相关的 而具有可控性的这种这组呢 目标模式呢 它的阻尼比最大化为目标 提出了我们的优化模型 可以有效的避免呢 局部模式遮蔽现象 导致的优化停滞问题 这个可以 模式遮蔽也可以这么解释 可以做图呢 是传统的方法 以所有模式最小阻尼比为最大化为目标 那么就受限于 这个 我优化 优化管理通知数据参数的是 实际上我这个管理通知数据 对我们局部模式 这个黑色的 这个十字呢 是我们的局部模式 对这个局部模式 让可控性比较差 你再怎么优化 那么我们局部模式 到了一定程度 它的阻尼比呢 不能再进一步提升 所以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优化过程 就会鉴于停滞 那么 那么我们提出了什么 以目标区间震荡模式 最小阻尼比最大化为目标 也就是说我只针对我这个 我关注的区间震荡模式 它的阻尼比提升 对它的可控性比较好 以它的这个阻尼比提升 为目标 那么可以将我这个 左侧的这个区间震荡模式 阻尼比进一步提升 所以呢 区间震荡模式 阻尼比可以在它进一步优化 避免呢 我这个 由于受限于我的局部模式 它的遮蔽 导致我这个优化呢 不能进一步 进一步进行的这个 不足 那么这就涉及到呢 我我针对目标一部分的 一个或者一组呢 这个目标区间震荡模式 那么我就需要在不在参数变化过程中呢 不断的啊 追踪 参数变化前后 它的模式 我们提出了 基于涉动理论的模式追踪方法 可以有效追踪的 控制器参数变化前后 特定的一个或者若干个 目标区间震荡模式 第三个呢 因为我们的刚才讲的 就是由我们的目标函数里面 含有一个明音和max 这样的函数 那么它是一个非光滑的函数 那么对于在一些那个 当我们这个翻身切换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非光滑的 那么我们采用梯度采样技术 求取呢 非光滑 不可为点的最速下降方向 那么这个最速下降方向 实际上就是于 我们一个梯度突发中的 向量 最小的欧式利息的最大化 向量的反方向 就是我们的一个 梯度采样 就是不可为点出的 一个最速下降方向 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 我们通过测试三里发现呢 如果用传统方法呢 那么区间震荡模式的阻尼呢 我们是被遮蔽的 那么如果我们以区间震荡模式 最小阻尼比最大化为目标的话 我们这个阻尼比可以进一步提升 我们做了三个运行方式 而且还可以采用多方式 进行一块进行游化 都证明了我们这个方法来有效性 此外呢 还可以利用梯度采样技术 可以有效的求解除非光滑 不可以领受最速下降方向 那么这个图里面 左侧的这个新画的地方 都是就是发现我们这个切换 就是明和max进切换的地方 都是非光滑不可为点 那么我们可以用提供采样技术 进行求解 保证我们优化进行 最后呢 进行简单的总结 第一个呢 实际上我们做的工作是 就是提出一个考虑通信 实质影响电力系统的 低复杂的建筑方法 主要是提出一个 从我们的特征多样式出发 推倒一个实质合并定理 实质方面 它可以将我们同一个控制回动 所以实质合并为一个综合的实质 那么保证我们的特征系统的 动态特性是不变的 第二个呢 是提出了基于部分 普离三化的实质电力系统 特征系统计算理论和算法 那么部分普离三化呢 在我们已有的普离三化的基础上呢 指离三化呢 以少量的实质变量 另外呢 是采用多种数值方法 比如说我们的维谱 农格库达法和现役作物法 进行对我们的这个 两个算子 一个是无尽小生人员 一个是解算子进行离三化 得到的系统的离三化机制呢 和我们的真正的系统 真正的状态变量的个数呢 是相当的 增加了不了多少 从而呢 大大降低到系统的 这个普离三化的一个 矩阵的一个维数 第三个工作呢 实际上进一步将刚才提出的 精确计算方法 应用到大规模联络系统 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 一个是预处理 预处理提出两种预处理方式 一个是位移逆变化 一个是旋转放大预处理 第二个呢 是将我们的 稠密的普离三化矩阵 转变为我们的 西数去准 利用到科尔雷格机变化 和一个西数特征值计算 第四个方面呢 是将我们这种算法呢 开发一个软件 集成到BPE里面去 可以快速计算出 世界最大规模的 实际上华北华中 特格亚电网的关键特征值 第五个方面 是提出的 基于非光化优化的 广义组织空中机的整定方法 将我们这个 普离三化的特征计算方法 应用于广义组织空中机设计 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是 就是提出的 一个以目标 区间震荡模式 它的阻力比最大化为目标的 一个模型 优化模型 避免了模式遮蔽现象 第二个呢 提出了七度采样技术 求取的不可为点出的 最速下限方向 从而保证我们 优化的参数 对多运行方式下的 区间震荡模式 就良好的阻力性的 这是我们最近五年 发的一些论文 和出版的一本专注 有兴趣的同志 可以去下载 以上是我的汇报内容 谢谢 谢谢叶博士的精彩报告 叶博士在传统的 我们这个小干扰 稳定分析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虑实质 对震荡的影响 把我们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分析 理论中的这个震荡分析 进不拓展它的范畴 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边 也有些朋友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 我先简单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 因为这个报告本身是关于这个低频震荡 那有人就问就是这个能不能使用于这个宽频震荡问题的分析呢 或者是我们像次同铺震荡 其他的这些震荡类型 是几个问题一块问呢 还是分别回答 分别吧 这个目前关于这个次同铺震荡呢 我们这个方法呢 我们这方面研究还没开始 因为我们次同铺震荡 我们这个方法主要是涉及到考虑通信延迟 导致对我们这个特征方程 导致的这个不可求解问题进行研究的 那么次同铺震荡里面 现在目前我不知道里面是否含有这种 就是是否考虑通信实质 如果是考虑通信有实质影响 里面有这样的指数指数项的话 我觉得是应该是适用的 但是这前提是它包含着实质项 是这样的 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 就是你看我们传统的这个震荡分析里面 实际上里面是没有考虑实质的 而之前的时候我们电力系统 其实运行呢 我们也可以说运行也挺不错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去考虑实质 这个问题的需求是什么 就是我该如何去理解传统分析里面 我不考虑实质 这个误差呢可能是不是也不大 我该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 谢谢你老师 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传统的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很 我们刚才说的就是 实质呢 传统的用实质是用那个惯性环节来描述的 那么对于实质比较小的话呢 是描述可以进行 可以画它的波特图 在不同的频率范围和实质范围 这个不同的频率ST嘛 一加ST分之一嘛 你可以取不同的S和T进行 进行画这个它的波特图 和1的负套S进行对比 那实际上在S和T成绩比较小的时候 也就是说频率比较低 或者是我实质比较 实质比较低的时候呢 实际上比较准确的 但是呢 对于我们的大实质 我们是不准确的 那么对于我们的广域走入控制器 广域走入控制器来讲的话 因为它这个实质呢 是比如说高达400到500毫米 和我们的已经达到了 比如说这个区间震荡模式频率 频率定义的这个周期 比如说我的1赫兹 它的周期实际上就是 周期是1秒钟 实际上呢 0.5秒 高达0.5秒实质 实际上已经达到一半周期了 实际上对它影响实际上很显著的 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考虑 此外呢 实际上我们最近 我在前面也提到了 实际上是 现在的这个直流 比如BQB直流 MMC就是川瑜和 鲁锡BQB这个直流里面 它非常小几十微秒的实质的话呢 但是它的频率很高的话 它也会 也会引发系统的高达震荡 所以我觉得这样方法呢 也是可以适用于它的 那么这是说明什么呢 这也是 实际上也就是说是由于我们新的电子电子器件 引入或者新的电子电子装备 引入我们电子系统 它有这种需求 这是我的 可能不是很完整 但是我们这个 这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 好 行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那我们那个其他问题 我们就不在这 直接再向叶博士请教了 那么后面我们远着讨论环节 再做深一步的探讨 再次感谢叶博士的精彩报告 谢谢李老师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四位嘉宾的这个 精彩的主旨报告呢 都结束了 嘉宾们的这个报告 确实他们的分享 让我们对新兴赛电子系统的 安全稳定的研究前沿 还有些关键问题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直播间里边 网友们的参与也非常热烈啊 截至到目前为止 我们那个直播间总人数最高的时候 到了七千多人次 再次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精彩报告 也非常感谢网友们的支持 请大家呢 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 圆桌讨论环节 我们期待嘉宾们 在圆桌讨论环节中继续交流 为我们碰胀出更精彩的火花 那么圆桌讨论环节呢 将由商务大学教授张恒旭博士主持 那么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博士 好 各位嘉宾辛苦了 那一个就感觉到那一个 马上三个小时 预先的那个又要多了一点 就是有感觉到就是这一个 就类似于一次面会啊 就是那一个精彩的大餐呢 总是需要细细的品味 我想呢 这一个呢 和在线的所有的网友呢 相同的一个感受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 那一个接近三个小时 现在在线的那个网友观众啊 还有接近了六千人在线 两个直播间 加起来呢 还有六千人左右 所以这个呢 我们呢 这位专家呢 再辛苦一点 我们当然呢 后面的一个交流呢 时间呢 不会太长 听下来呢 我就感觉到今天这个交流 特别特别精彩 我想呢 有三个可能是共同点吧 第一个呢 那个思维专家呢 讨论呢 都是我们定期工程领域的 针对这个电网形态的变化 讨论研究的呢 都是一个基础性的 比如说那个我们素质仿真 这么一个工作量巨大 巨大 那个是我们啊 但是呢 又是特别特别重要 电力系统分析啊 控制设计中必须要用的一个工具形的东西 都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都有那个从那个素质仿真给你计算 涉及到老大男的技术 第二个层面呢 就是在处理相关的这个老大男的问题中啊 都有一些个共性的 从宏观层面来讲呢 有一定的共性的方法论层面的一些共性技术或者思想 比如说呢都采用了一定的变换技术 比如说呢都采用了一定的变换技术 你看那个半解锡那个孙凯博士呢 半解锡的这个方法呢 从推线性到线性 这一个变换技术是从那一个精度做速度的一个折衷的图 DTS呢是一个银屏 是一个相关的技术 这种一个变换 包括叶华博士的那个旋转坐标的变换等等 这里边呢有一些个人的一个 看起来研究的不同的问题 大家不同的技术路线 但是在站在高一点来看呢 大家采用的思想的方法呢 具有一定的一个共性的问题 第三个共同点呢是什么呢 我们除了理论方法 都有都写了大量的一个程序 都有自主研发的软件呢和仿定平台 这一个仿定平台呢实际上在 当然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每个仿定平台的侧重点是一样的 特别是我就感觉到呢 就是有一个在电网形态发生剧烈变化 这么一个过程中啊 我们的仿真工具呢 实际上从传统的这些仿真工具呢 确实感到了那个瓶颈所在 那今天听了这四个报告以后呢 就感觉到了我们的这一个真是非常非常令人正费 就是感觉到为我们新型电力系统的分析和设计呢 提供了新型的基础性的工具 这一个呢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 我觉得 我就感觉到今天的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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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的那个李维博士呢 限于时间呢没有呢 没有时间准备 没有时间准备材料 所以呢就没有呢 前期第一个阶段呢 就没有呢 就是做一个专题报告 这样呢 我们呢就是首先呢 请李维博士呢 回答一个我们呢 也是网友们或者我们也自己啊 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吧 就南瑞稳定所啊 是世界顶级的大电网 稳控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现在全面参与了我国的特别压电网 千万千瓦级的那个新能源基地外送的 重大工程的这个稳控系统的设计 包括相关一个产品 这样请了那个李维博士呢 就是阐述一下呢 就是随着新能源的进一度增加 我们电网形态发生变化以后 你认为啊 未来电网的稳定分析和控制利益啊 应该呢是关注哪些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会成为我们 在现的现在呢 还有这些六千人的 大部分可能是个青年学子啊 他们选择课题 选择研究问题呢 会会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意义 请李维博士呢 能个分享一下您的想法 张院长好 那个各位老师好 真的很高兴啊 参加这个这个这个云论论坛 也真的很很遗憾 因为刚才一直在忙着 同时忙着另外一些事 也没完全把咱们这个论坛 那个各位老师的报告听完 据说后面是有回放的 后面找机会再学习 刚才那个张老师呢 提到就是 我们在这个大电网安全稳定分析 这一块做的一些工作 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呢 分享一下自己工作中一些体会吧 或者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 具体也谈不上说 后续重点要关注的是什么 那仅供大家参考 因为我们我所在的单位 是南瑞稳定公司 稳定的主要是给我们国家电网 或者是我国电网 提供那个大电网安全稳定的分析控制 特别是那个控制系统的 这样一个一个一体化的 这样这样一个共用商榜 我们从基础理论的研究 到分析的访真算法 到分析的工具 到安控的装置 到整个的综合协调防御系统 应该是可以说是完全一体化的 一直在学医生学院 是带领下来做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平时跟我们的国调 网省调 各个网省公司 也都是密切的合作 来全力支撑我们大电网的运行 因为咱这个云论坛的主题 叫新形态的电力系统 我们主要做的 可能因为服务我国电网 所以说我谈的一些体会 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大电网 大规模这种互联电网下的 这样未来电网的一个形态 那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形态 可能应该说接触不多吧 随着大规模新动员 这个接入以后 我们也切身的感受到 这种大规模新动员 给大电网带来的 方方面面的一些困 过去应该说过去十年 过去十年主要的问题 应该是大直流 08年09年的特格亚的交流 直流上来以后 那个大直流的这种超大规模的直流 给我们大电网安全稳定问题 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所以说我们当过去的十年 主要在应对这种大直流的 在一次系统的仿真到二次 稳定控制的这个方案 以及策略方面 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主要呢 刚才实际上前面也老师分享了 在仿真算法方面 特别是从传统的基电像电磁 基电电磁偶合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转变 在稳空系统呢 就是规模的从以前的区域性的 像跨大区的这样去转变 我们的主要在这个 特别对这个二次稳定控制系统 自身的这个方案设计啊 自身可靠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方面呢 我们现在国网的安排的这种 应电载环也全 应该是在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吧 也算是比较大规模的这种 应电载环的控制系统的一个 验证 准确性的验证的一个实验评 但是现在慢慢随着 大规模性能源接入进来以后 我们就发现这个 大规模性能源对大电网安全带来的冲击 可能要甚至要远超过这个 前面未来 过去十年我们可能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主要的一些体会呢 实际上呢 我们体会的一方面就在仿真工具 仿真工具这一块 建模仿真这一块 存在很大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把它准确的模拟 然后把它的特点 特性给它抓住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 分析的理论手段上 我们发现呢 就基于这种传统的同步电网 这个稳定分析的这样的一个 认知的理论方法 目前可能面临一些 一些要期待的去拓展 以前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稳定的 分类啊 现在其实IHRE也提出了一些 考虑设备级的那个新型的宽平带的一些 一些特征 我们体会的就是系统级的 便利系统级的 与这种海量分散的这种设备级的 稳定的这种形态的偶合 越来越成为制约 整个大电网安全运行的一个主要矛盾 那对于我们传统的同步稳定 同步电网来讲的话 这些安全稳定的理论的这样一个拓展 认知方面的一个研究 也是记得我们要重点要去关注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控制的思路 或者控制的一个方案 我们传统的大电网这个控制的 可以说应该说是确定性比较强 计划性比较强 那基于这种特征采取的 或者是传统的这个三道防线 我们老一辈这个前辈 就提出的这个传统的三道防线 到学院是提出的综合协调防御的这样一个方案 怎么样面对这种新的电网 带来的一些新的安全问题 怎么样去应对的 比如说就刚才说的设备的和我们系统的 以前的这种计划性特别强的 调度性特别强的 慢慢的现在都是所谓的这种不确定性特别强的 甚至是说它的有以前的 这样就给电网提供主动支撑的这种同步机 被完全被这种新能源的这种所谓的弱抗扰的 或者是说这种轨迹枪依赖的 或者是说它这种基于这种控制切换控制 它这种波动性随机性间歇性的这种电源 到底是怎么去控 这种偶合性特别的强 全过程的这样的一系列带来的一些问题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解决 已经到了 特切需要去做的一个阶段 我们在国家电网公司支持下 一直在做相关方面的一些研究 包括通过这些新能源的 应电载环的这样的一些法证实验平台 去验证我们的一些研发 我们发现实际上到新能源到一定规模以后 那我现有的这种控制的手段 可能都起不到作用 系统可能能稳定运行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条件 都难以建立起来 这就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条件 怎么去做 我们搞新能源的同志 从新能源的自身 提高新能源的主动友好并网和主动支撑的能力去做 我们搞电力电子的同志 那就是从电力电子的这个灵活性 从它这些柔性的控制这个角度采取 那从大系统的做系统专业的同志 怎么样去把自己的知识面拓展 刚才张院长提的 我们在座里可能在听的 好多都是我们高校的研究界的一些同学 那我们在高校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可能就是这个几个专业跟相互融合 已经到了一个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阶段 可以说是 缺一不可 缺一个都不能把电网的特性抓住 缺一个可能都不能把这个电网这个背后 这个基底给它理解清楚 那相应的我们驾驭电网的手段 可能也就很难有一些新的一些想法 现在实际上国内外 包括大家也都知道的 英国的澳洲的 都是都发生了 包括北美都发生 由于新能源的 带来的一些问题 造成的大电网的 也连锁的一些互帐反应 那我们面临怎么办 怎么做的 这个现实的困难 刚才各位老师提的 就是刚才张院长也提的 主要是在一些基础性的一些工作做 在开展工作 我感觉这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等我们总工业界面临这些问题 已经到迫不及待需要去做的时候 我们才去转头再去看这个基础工作 我们的法制工具 我们的一些控制的理念 控制的一些方案和思路 现在迫切的需要我们学术界的来支持 我们也想的就是找机会 可能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工程上工作中的一些困难 要及时跟我们在座的老师和专家 在一起交流 另外一方面 我想也特别欢迎就是 咱们老师和专家就是到工业界这儿来 走到我们走进现场来看 现在电网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 并且现在看的话未来的十年 那这个新动员的这种大比例这种迅猛发展 那共是一个大趋势 那我想的这个可能是也是对我们搞大电网安全冷定的 或者对我们做系统专业的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难得的一个机遇和挑战 我想也值得我们大家去努力 限于时间关系吧 那个张业长 我就简单的分享一页工作中的体会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李博士 谢谢李博士精彩的分享 另外呢就是我们呢就是 再和那个邓凯博士呢再交流一下 那个邓凯博士 那个我们那个电网的安全稳定啊 从那个分析计算到控制呢 确实希望呢又快又准 刚才您产生的那个一半解析啊 这种指导思想呢 这种方法呢 有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些结果 非常令人能够激动人心的结果吧 我们啊刚才呢已经做了比较多的技术层面的一些交流 我就想啊就是那一个能否呢 刚才呢我们也希望呢就是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 比如说如果能不能用一句话或是一个中心的 就是以一个思想呢来概括啊 就是你这个半解析的相关的方法的学术思想 我这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 通俗地问一下 你是怎样想到这么好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你从传统的这种方法来 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它的思维的思考问题的过程 能不能给我们共享一下 这可能对我们解决相关的 解决于反三的问题 会有更多的一个指导的价值的意义 好,谢谢 好,关于这两个工作的出发点 实际上李长刚、李博士在大概9年前 我想想大概8年前我就跟他讨论过 所以李博士应该是一个对这些方法工作的一个见证者 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两个工作呢 实际上要回到这个问题的对本质 就是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 尤其在电力和能源行列 都是一个非常巨大变化的一个时期 我们可能要回到这个问题的复杂点到底在哪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传统的思维模式 对于稳定性问题 对于仿真方法的三类定义 认识是不是需要改变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出发点 至于这个半解析方法呢 它实际上回到了这个动态系统它的模型 求解的本质 因为最开始之所以做这个工作 实际上最初步的工作是因为这个 因为那个美国能源部有一个就是超值仿真的一系列的项目 我当然有幸参与了其中两个项目 然后呢这两个项目的思路呢 都有一点不太一样 有的思路呢是说 我提到了关于这个 就是parallel这个方法 它是说用我有定量多的VPU 怎么去把这个 一个仿真把它能分成很多的替分 这样我可以并行的复理 当然可以通过迭代 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 还有一个是说 我有很多的故障 我们能不能在故障之间并行化 然后呢当然也有其他的实验室做的这个成果是说 我把现有的仿真软件我拿过来 我根据它的流程图我做分析 看哪些工作可以并行 哪些工作不能并行 但是呢我们就会想到这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接受 现在所有仿真软件制造商给我们提供这些办法 我们能不能回到这个问题的根本 就是我们如果重新就是最短持的问题 就是第一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动态方程解决问题 我们能不能去直接看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策路 那么只不过这个方程它是电力系统 它并不是其他系统 那么我们中间所有的计算工作 那么可以并行的我当然就可以并行 所以这是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至于后面这个非电性模态解偶的这个研究工作 也是回到一个最基本问题 也可能因为我是背景是控制出身 我并不是电力系统本行出身 所以从第一年我开始研究电力系统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 电力系统是一个系统 为什么有这么多个不同的稳定性问题 为什么有电压稳定性问题 在公交稳定性问题 频率稳定性问题 甚至HB在过去这几年连续开会 有一个工作组最近刚发表了一篇文章 然后因为现在太多的新能源介入 太多电力电子的介入 太多的次头目协认 这些问题都没法归入电压 公交甚至频率稳定性问题 那么最终讨论的结果 不是说把这三个稳定边界打破 而是我们重新被他们创造出两个新的类型 一个是基于电力电子的问题问题 一个是关于次头目协认的问题问题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是这种思路对不对 当然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做法 这样我们把这个问题细分 相应的技术就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作为我们电力行业的研究人员来说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听从工业界 给我们定好的这些边界 还是我们应该回到问题最本质 那如果它就是一个非烟性问题 我为什么不能够找出一套方法 就是研究它问题最本质的复杂点在哪 对这个有可能 这个张老师能回答您刚才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有没有达到您刚才期待的这个高度 好 谢谢 非常好 非常好 回到了就是微斌代数防省组的求解的最本质的问题上的思考 非常好 后续我们再继续深入教育 这样我们姚老师 姚博士 包括刚才一些网友也在交流 因为姚老师在这一个从仿真平台到应用 应用到这个频率控制相关的一些分析 应用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 一个网友感兴趣就是那一个 然后说你在研发这一个工具箱的过程中 也提到了一个半实物仿真 就是我们的MARTLEVEL和物理系统的一个结合 这个过程中有网友感兴趣呢 就是你这个同步性啊 MARTLEVEL仿真的过程和物理过程是怎样进行一个控制 控制他们之间交互变量的一个同步性的问题 老师 好 谢谢张院长 谢谢这个网友的提问 这个可能刚刚我没有把它讲清楚 可能会有一些 包括刚刚那个李老师 那个提问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 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其实我大概的讲一下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以前在读博的时候 就是说在做电力系统这个仿真 特别是我本来做电力系统控制的 但实际上发现很多控制算法 其实很难用在现有的这个仿真的 那个迁入到现在的这个仿真系统 不管是商业软件 还是这个现在的一些像国外的那个PST啊 PSAT啊 这些像PSAT的那个教授 我都跟他联系过 发现都很难 所以后来我就想 就是说 难的原因就是自定义很难 或者说它是一个纯代码 我要去写一个 我得把它完全读懂 而且就是说 就是要这样去做 所以我的一个思路就想 基于比如说单机无穷大的 我们可以用SIM LINK的这个模块把它搭出来 那我们应该多机的也一样可以用SIM LINK模块搭出来 用SIM LINK模块搭出来的好处就在于说 我的这些问题就是那这个就是去做的那个门口就非常低 好所以我就想办法用SIM LINK把他搭出来 那正好后来又在国外访问的时候发现这个SIM LINK 其实是很好的可以跟RTLAB把它兼容一下 就直接可以把它的程序给当下去就行了 所以它两个并不是并行的在运行 而是直接把他的那个code就是我后面那个讲的 把它编一层C再把它编 再把它装到这个RTLAB里面去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可以 所以就是后面说的三种方式 一种就是我这个软件就直接在工具箱 就直接在METALAB上运行 第二个就是把BNHC把它当到那个RTLAB里面去运行 那么RTLAB大家知道它这个可以进行这个半实物仿真的 那我们也开发了那个直流速电的那个MMC的控制器 包括控制器 包括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换流器的那个模型 那个实验模型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些接口 当然如果要进行功率代缓的那种 那可能这个数量线之间还有那个功率代缓那种模块 转换的模块放大器那种 就可以把它接成这个实物的这个方式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后面的实际上 我最后一页讲的实际上它是有三个运作方式 第一个就是纯METALAB的 第二个就是把它弄到RTLAB里面去 它就是变成了一个 一个就是RTLAB单独运行的 还有就是我还有RTLAB可以跟那个 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些实物 把它运行成半实物的这种仿真的平台 大概是这样 可能是因为我刚开始讲的一段时间没有把它讲清楚 张院长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那个姚老师 你补充的那个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当然就是网友们可能对这个工作的了解来会更加细节 心动一些 谢谢 好谢谢当然 谢谢 那个熊博士 关于这个GTS软件的网友们也是非常关心 我听了以后也是非常非常激动 作为一个电磁站在访的工具 这是一个工业软件 工业软件 我们计程电子能够在基础的工业软件 能够做了这么好的一个工作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 网友也是非常感兴趣 非常感兴趣 那个一系网友比较感兴趣 什么时候 GTS电子能给网友们提供一个类似于 DESCAD的这种雷雷都可以用的一个版本 这里面设计的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GTS的软件的平台的后续的发展计划是什么 另外呢 就是一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呢 从那一个就是两个电磁站台的一个内核 刚才那个长刚呢 也介绍交流的时候呢 也介绍了它不是机电和电磁的混合法 是小肤肠和大肤肠的电磁站台的一个有机的协调问题 那么这里面呢 背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里边 比如说 这个技术啊 能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效 你认为这个能否呢 在不涉及商业机密的情况下 简要的介绍一下呢 该方法呢 主要的学术思想 或者是取得的最关键的技术突破 所以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呢 就是这个最关键的技术突破 能否从宏观上描述一下 另外呢 就是GPS软件的发展的未来的计划 是什么 能否呢 网友们都希望有一个可以用的一个平台 两个问题 好的 非常感谢张院长这个提出的这两个问题 实际上这两个问题也可能是 我们在市场推广过程中所面临的两个 比较大关注的问题 我先回答应用方面 大家到什么时候我们的后续发展计划 那么通过我刚才这个介绍来看呢 其实大家也看到我们在大电网全界纸仿真的水平上 已经能够到数千节点级的一个超时值仿真 然后呢 在这一个节点上呢 对于万级节点的仿真的速度呢 也都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是讲的一个 单节点提出 单单节点提出平台 如果再扩展到多几点的平台的话实际上更大规模的电网 做到实时的 乃至超时值的仿真 下次都可以做可以做到 那么 先和这一点呢 我也回答一下刚才好像有人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刚才那个图里面 说我们的仿真加速比较能到20 好像32个线程就已经到了极限 那么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这弹制一个计算节点 它配置的这个CPU呢 是用的那个 英特尔的那个自尊金牌的这样一个CPU 它是配置了双CPU32个核 所以它的最高线程数 我们现在就并行的32个核 那么就到了这个 给出来的数字 也就到这个地方为止 就是一个计算节点来做算命 那么 当你做传输线的一个封网 然后再扩展到更多的节点 并接连的时候 那么它的那个规模上线是不受限的 刚才我在介绍的过程中 之所以谈这个加速比的线性度 我的意图就是告诉大家 咱们这个加速比的它的线性度好 也就意味着 我们能够更好的通过节点互联 获得更好的加速比 那么或者更好的加速比 那么对于电网维母的无线扩展 或者无线更大规模的电网 这个扩展 是可以做到 实时和超实时仿真的 那么 那么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对于未来的展望 也是说我们进一步的 会做到实时仿真的这样一步 硬件载环 实时仿真的 甚至这个超限预测 那么数字丸生 影子电网 这些这样一些应用 都是我们未来计划中 去做的一个事情 那么同时 我们也现在也接触到很多教育 教育界的那个老师 一些科研工作者 他们也希望能够 或者不像产业界这么极快 需要你这么大规模的电网 的仿真 或者说这么复杂的 一个交织流 电网的这样一个分析 他们可能更关注 就是说你这个能够有自主化的 然后能够这个灵活 做二次系统开发的 制定于模型封装的 甚至这个有定制化性的 这样一个平台 那么我们未来也会考虑推出 这个教育版的平台 这个可能我相信 可能是对于高校的支持来说 我们也能够尽力去 尽力去尽力了一些绵波之力 那么现在这是对之前 在的第一个问题的一个回答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谈到 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高 这个仿真性能 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仿真性能 实际上我觉得 对于电子展态 大家可能 我特别同意刚才王教授 就是王凯教授 孙凯教授所说的那个观点 就是有些问题 我们一直在现有的 那个思维框架下去 考虑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很难的去得突破 那么我们其实应该跳出 这个圈子 实际上电子展态的 那个基础算法 或者说现有的 主流的电子展态的 那个模型 那个转件 它的底层的囚解器 实际上是 其实年来是没有太大的进展 那么更多的更新 可能都是在上层的 用户层的 我当然是作为 我从产业界的角度 去看待这个问题 那么那么也就造成了 大家形成一个世卫定属种 觉得电子展态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 然后肯定就是低效的一个仿装 那么在我汇报中 我们通过对电子展态的 一个底层的 它的仿装特性 它的计算密集性 内存访问密集性 这样一个特性的分析以后 我们发现实际上 咱们利用现有的 这样一些 批准机的软一键技术 咱们是可以在一个 很优良的架构设计下 去把它的这个仿装 效果提到 提到一个很可观的水平 比如我说我们总是在设计之初 我们就提出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效率优先的架构设计 那么什么叫效率优先架构设计 那么通俗来说就是说 电子展态是一个 密集的那种 计算密集性 就是说它的部长很小 然后每一个时刻 要不停的更新状态变量 然后那么每一个时刻里面 你们任何一个 无谓的开销 都会导致整个电子展态 仿装的效率 极大的降低 包括内存的访问的 这些开销 说去导入导出的开销 这样一些开销 而这些开销在原来的 在过去几十年 早期的那些 计算机程序的 编程的过程中 他们是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的 一个是那个时候的计算机的语言 没有现在的计算机语言 效率这么高 第二个就是那个时候 电子展态仿装的规模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去 考虑这么大规模 他们也没有去考虑 这个效率的优化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问题 在一个历史的 这样一个延续的过程中 他们就形成了 目前电子展态仿装的那种态势 那么当我们跳出这个圈子之后 我们现在重新写一个 电子展态底层的算法 重新写它的模型的时候 我们就说 那我们就用现在最新的 编程的技术 以及集成电子 在这个通讯和计算机里面 在这个多年的结理 它的大数据的处理的能力 那么我们能不能 把整个电子展态 整个架构重新重写一下 我们能不能在每个循环中 最大效率 是降低这些无谓的开销 并且设计一个高效的执行机制 比如我们设计了一种 叫做注册机制 这种机制下面 只有在电子每一个模型之内 它真正需要执行必要的 那些部分操作的时候 它这些部分操作才会被调用 那么你那些无用的接口 它是在这些循环中 它通过注册机制 能够屏蔽掉的 它是能够避免掉的 那么一点点这些改进 在这种小不长的那种 密集型的访证 或者包括内存访问的 这样一些过程中 它是能够带来 极大的效率提升 那么另一个层面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种内存密集型访问 那么你去频繁的去访问内存 频繁的去写 那么这就是对内存空间的管理 就存储空间的管理 也有极大的优合空间 那么这就是从 我们现在谈这个 计算机架构设计这个层面 实际上通过我们的改进 我们发现 它这一块的改进 是可以获得相当大的提升的 那么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在模型这一个层面 那么模型的一个层面 过去的那个 包括我们提到的 这个发电机模型 这是一个比较 这是一个比较有典型代表性的 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发电机模型 刚才那个 松凯老师也讲到了 他长年以来 这个发电机模型 他都认为 它是一个接口模型 或者我们称之为 那种模型 它和电网 是分开桥节 它是一个交替桥节的过程 那么你就导致了 这样一个过程中的 仿台效率是平地的 那么实际上 我们在这个产品开发过程中 我们已经实现了 旋转电机和大网的 一个连力囚节 这一点突破的话 实际上这个带来的 这种效率的性格 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我们就不用在 这种接口模型 交替球节的过程中 这一部实验所带来的 这个电网 这个发电机模型的 稳定性的问题 那么就一次性的解决它 而且对于大量的发电机 旋转电机接入的过程中 整个这个 一部连力囚节 它整个仿程的效率 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这里面涉及了 很多细节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也是我刚才讲 为什么我们的发电机模型 能够在 50微秒500微秒 每次5毫秒的过程中 我们还能预判 皮尺开的一级微秒 那个模型 能够达到相当的进度 那么这也就是 我们在发电机模型 这样举个例子 在这个实现上 咱们是取得了 很大的一个突破 那么相关的 其他的那个线路模型 电力电子模型 我们都有很多 细节上的一些处理 那么实际上 这个模型的进度提升 它又带来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效率提升 那么再就是并行 当然这个并行 我们现在所提的并行 不是简单的 所谓的那个 硬件堆叠的并行 就是我 我以极乐程序 我一个 我只要能够 分开并行的地方 我就用多个 多个核去跑 而我们这个并行 是实际上采用了 急于矩正层的并行 已经在最底层 最多的最优化的 一个并行效率 它的并行的计算 负合是非常平衡的 而且是自动化的 一个并行 那么这几个层面 刚才我说的 这个架构设计 所带来的这个 有效率提升 模型层面的 这个底层的 这个模型的效率 以及这个并行 所带来的小提升 它是一个乘数的效率 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提升 和第二个提升 它是相乘的一个关系 每一个提升 5到10倍 乘起来的话 就是数百倍 到千倍的一个提升 相对于传统的 那个电子展台的 那样一个 创新的执行过程 所以说 我们现在做到 今天这个 能够达到现在 当中汇报中 所取得的这个效果 就是看上去 好像确实是 突破了我们 常规的这种理解能力 但是实际上 大家仔细去 了解一下电子展台的 以及什么实现 和在这个过程的方法 这个是可以做的 我不知道这个回答 是不是能够 能够满意 好 非常好 那个兄博士 那个感谢你的 分享 这个你的分享 又让我们 对这个GTS软件 它的实现的 那个学术思想 有更深的一个了解 谢谢 那个 那个 原主论坛 谈到我们最后的 请问一下 和叶华博士交流一下 那个 叶博士的工作 在这个大电网 科能金计算中 也是一个 履群卑视的一个工作 实际上电力系统的实质 是无所不在的 只要有信息的传输 比如说Webms 限于光速 光速 总是有实质的 那么叶华博士 那边有这么几个小问题 第一呢 就是这个实质 在数据中无所不在的 那么传统的应用中 比如说Webms的应用中 为什么没有 没有考虑 或者是 它是怎样考虑 怎样处理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实际电网的数据传输中的实质 它具有一定的实践性 它是对实践性 那个 它也有一定的 就是那个 实质的大小吧 就是一个多动性吧 在你的计算中 这个塔的实践性 不确定性呢 你的应用中 是需要不需要处理 怎样处理 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你后面提到的 那个应用了 这个方法进行的 那个 阻尼的优化整定的时候 提到 最小阻尼比 让它最大化 类似的这个事情的 一个目标 来进行的优化的设计 在这个优化的过程中 是否会导致 其他的正当模式的一个破坏 一个阻尼比 变好了 可能是另外的 其他的又出现了 恶化的一种情况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这三个小问题 叶博士呢 对大家来交流 谢谢张院长 这三个问题呢 都特别好 也是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传统的WAMS里面 怎么来处理实质 实际上就是说呢 实际上实质呢 它实际上是在 CounterWAMS 阻力控制回路里面 这个实质实际上有很多 这种部分组成的 包含呢 我测量实质呀 我这个控制器的执行实质呀 还有这个计算实质 还有那个PTC 等等一些实质组合起来的 那么我们通常呢 实际上将这些实质啊 分为两大内 有些实质呢 是实变的啊 有些比如说 我测量实质就是 呃 传感器啊 它是相对 而且比较固定的 那么无论怎么样呢 实际上我们通常呢 实际上将这些实质进行集中 一个是 如果是以 呃 这个控制器为 中点啊 中间就分界分割点的话呢 我们可以都可以 分为一个是 我信号到我的控制器 就是从我信号采集到 我控制器 这样的一个反馈实质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控制器算好了 这个控制变量 根据我采样的 呃 反馈信息 计算出的 我的控制器 控制量的话呢 然后这个控制量 到我的真正的 我的控制对象上去 这个实质就是 我们称为 呃 呃 控制实质 不是这样 集中处理的 集中处理的 处理为这两个实质 那么这就能带来呢 那我们刚才呃 刚才是问的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实际上实质 确实是这样是实变的 而且呢 是波动性的 刚才从 呃 这个 我的PPT里面呢 有一页讲到的 就是说 呃 APRI做了不同的控制 控制方式 它测试的结果呢 也可以看出呢 它实际上是呃 几乎成一个正在风步 但是有的文献也是 也是有类似的阶段啊 它确实实变的 它是波动的 那么我们这个呃 我目前提出这种算法呢 是只能处理的固定实质 也就是说呢 它在我们的状态方程里面 它是这个实质呢 是固定的 是不变的 那么呃 那怎么能理解这个呢 就是我们就是说 第一个 就是我给定一个实质 我就可以判断 当前系统 在这个实质情况下的 稳定性啊 通过它的 吞值的分布 判断稳定性 第二个呢 我还可以 呃 做一种极端情况呢 就是说 我可以考虑的 我在这个 给了一个很大的实质 我也可以判断 在一个比较大的 实质情况下 系统能否保持稳定性 比如说我可以 呃 不断地逼近它 我可以算是一个 稳定边界 或者说 考虑一种 最有恶励的情况 我在最有恶励的情况下 系统呃 都是稳定的 那我们可以认为 呃 当第一个 呃 第一个 就是说 可以认为那系统 在这个 呃 临实质 没有实质 到我这个稳定边界 都是都是保持稳定的 我是这么来考虑的 嗯 另外对 针对这个波动性啊 其实还可以 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说 未来一个研究方向 就是 我可以去 直接去算了 计算了 这个系统的 稳定边界啊 只要在这 稳定边界能够 包含这个 所有的 实变式的 我们系统认为是 系统都是认为是 稳定的 这是 第二关于 实变性的 波动性的问题 第三个呢 呃 我们在研究中 研究 研究中呢 确实会发现 这样的问题 肯定会降低的 啊 也有 之前也有 看到文献说 这个系统的阻尼啊 是一定的 你这个 趋因 趋因震荡模式 阻尼升高了 的话 其他的 实际上你这个阻尼 是从其他的这个模式 那样借过的 当然这个呢 是 呃 各个别专家 是这么 呃 来来 我能文上这么写的 那么我们在 优化过程中 也会发现 呃 发现这个问题 那么 我们是怎么 呃 处理的呢 我们在优化模型里面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说你当前 优化的肯定有一个 呃 呃 就是base case 就是说呢 基本应用方式 那么我们 任务 我们有一个约束 实际上在 呃 PPT里面也 也提到 在我们论文里面 也是这样的 我们 要求呢 在优化过程中 这个其他模式的阻尼啊 啊 我们取了一个最小 最小的阻尼 其他模式 就是除了我特定的 目标函数的 目标震荡模式的阻尼 要提升之外 其他这个剩余的 这个震荡模式的 最小阻尼呢 不能低于 我的base case的 它的一个阻尼 也从而保证呢 限制住呢 我这个 其他模式阻尼的 一个一个降低 也就是说我不在 不牺牲其他模式的阻尼情况下呢 呃 那提升我的 趋先震荡模式阻力 这个可以通过数学模式呢 可以呃 可以 可以 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不知道这个这样 是否能够 回答张老师的这个疑问 嗯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那个 行 那个 各位嘉宾 那个 马上呢 就北京时间 晚上11点了 现在呢 在线呢 还有 接近5000人 在线 那个 北园桌 那个 论坛呢 我们交流了 就到此结束 再次呢 感谢嘉宾 我们用一句话来 一句网友的话吧 那个留言 我看见那个 B站上的留言 小米米217网友 留言说 从底层上抠 太扭了 感觉重大突破 这是 这两句留言呢 用来总结 我们的严格论坛吧 这位专家呢 在我们基础问题 工业软件 那个 从第一性原理出发 抠基本的问题 思考基本的 几十年没有变化的问题 给出了新的一个解决方案 我是感觉到呢 这一个呢 对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 支撑呢 它的意义呢 现在呢 才刚刚 刚刚展现出来 可能它的意义呢 会在后面 5年 10年呢 显出更重要的 支撑的价值 再次感谢 各位专家的 精彩的分享 后面呢 由那个 长刚呢 做最后的一个 总结呢 我们今天晚上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张老师 谢谢各位专家 刚才听各位嘉宾的讨论 感觉真的很过瘾啊 但是确实也是意犹未尽 虽然我们还想 很想确实细细地交流 但是没办法 今天晚上我们已经超时了 近一个小时了 所以我们只能认同啊 把这个给这个论坛 我们说个文 我们未来电网呢 只会将来会日益的复杂 电能的获取 传输 利益用的形态 已经在发生 并且将继续发生 巨大的变化 我们电力系统 安全稳定的问题呢 会有新的表现形式 甚至会突破现有的 理论分析框架 因此仍然会有大量的问题 需要大家不断去研究和解决 各位嘉宾精神的报告 和热烈的讨论呢 将进一步推动我们 更深入地去理解 新形态电力系统 安全稳定问题 但对于从事 相关研究的专家 老师和同学们 我想也是大有助益的 那么到此为止 本次R2EPS 中国分会 第五期云论坛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 感谢网友们的热情参与 感谢本次云论坛的主办单位 R2EPS 中国分会的指导 感谢论坛的成办和协办单位 幕后的研究师同学们 我们下期再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 对不起大家 再见 再见 大家晚安 拜拜 晚安 谢谢 再见 明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